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委员鲁明泽等三人提出书面咨询 决定一 报告及寻查完毕 二 委员咨询时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以书面答复者及相关机关 紧述送交个别委员及本委员会 提案二案决议均照案通过 宣读完毕 好 请问各位委员上次的会议事录有无错误或遗漏 没有的话我们就宣告议事录确定 那在场的委员有刘师范委员 吴玉琴委员 今天的列席官员有 法务部政务次长陈明棠 法律事务司司长钟瑞兰 角正署署长黄俊棠 待会会赶到 现在是副署长 好 连正署署长郑明迁 那司法院有行政诉讼及惩戒厅副厅长红木芳 监察院 监察院副秘书长刘文士 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处处长陈美妍 好 今天排定的议程是 一 监察委员 监察委员林俊宪等19人 拟据行政法法第18条条文修正草案 二 监察委员邱志伟等18人拟据 外衣监条例第4条条文修正草案 三 监察委员刘世芳等16人拟据 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第5条条文修正草案 现在进行提案说明与报告 发言时间3分钟 我们先请提案人刘世芳委员说明 好 谢谢主席 我所提案的部分是阳光法案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环 就是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的第5条的修正草案 那它在1993年的时候呢 是政府推动阳光法令的地步草案 阻止是在于推动政治制度的透明化跟公开化 尤其是端正公职人员的政风提升联能 但是在这个前提下面呢 我们发现现行的这个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的第5条里面呢 可能有一些针对公职人员财产需要揭露的部分呢 可能有这个疏失的部分 比如说我们对于该法第5条里面讲到说要申报的这个项目呢 包括不动产 船舶 汽车跟航空器 然后还有包括第二项的现金存款 有价证券 珠宝 古董 字画 以及其他具有相当价值的财产 那第三项是一定金额以上之债权 债务以及对各种事业之投资 但是大家都知道在最近以来啊 因为财务工程包括金融商品的发展日新月益 那国人的理财习惯呢 很多都是用各类保险作为财务规划的选项 来短足他们的储蓄险 比如说这个利变形年金 利变形受险还有储蓄险等等投资 那么近来我们看到公职人员财产申报资料呢 这些有填据这个保险契约者也是越来越多 但是呢我们发现的 尤其是在上一次的总统大选的时候呢 有总统候选人虽然有提报 他们的这个公职人员财产申报表 但是对于里面的保险的部分 尤其是包括这个现行申报的保险呢 他们根据现在我们的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 里面的施行细则 只有揭露保险公司保险名称跟药保人 对于除处刑受险 投资刑受险 年金型保险这三类的契约类型 但是并没有搭配其他包括保险金额这些资讯 那么对于呢一般人啊 对于我们公职人员财产申报的透明度跟长期追踪 显有不足 所以呢我在提案的时候呢 希望能够修正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的第五条 也就是说加上一定金额以上的保险契约应该完整揭露 以符合公开透明跟阳光公益的法益 那当然呢我们有官员来跟我讲说是不是直接调整他们的申报表格就好 那我也询问了相当多的人喔 廉政署并没有办法举出几个现在市售保险名称里面 到底哪一些是属于应该申报的保险的时候 没有办法确认 所以我认为呢还是需要修正这个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的第五条 修正草案 这样子呢才能够明确的标示说 我们政府推动了阳光法令呢 补足这个缺额的部分 那以上是我简单的说明 请各位委员可以参考也可以支持 谢谢 好谢谢刘诗芳委员 接下来我们请提案人邱志伟委员说明 好谢谢主席 报委员会 今天首先感谢主席 针对外界条例第四条提出这个审查 那针对外界条例第四条的部分的修正 我想这个是在上一届 经过司法委员会讨论 也出委员会 那司法委员会之后也朝委协商 有某种程度的版本共识 最后因为实验上的关系 届息不连续 所以就没有办法在上一届 完成二三读的程序 那所以在本届 我再度针对上一届的时候 针对外界条例第四条 说针对这个条文的部分 已经有共识的部分 超级协商完成的部分 我就再一次提出这个修正案 为什么要提出外界条例 第四条的修正 大家都知道这个教化的效果 在外界的教化效果 远比一般经济 教化效果 不管是学历上 书上 我想法务部也认同 所以在教化效果的情况 比较好的状况之下 加上有外界人作为 受刑人再回到社会 一个缓冲的阶段 所以整体的政策走向 是希望说 透过外界制度 让整体的这个 教化效果能够提升之外 也让所有的受刑人 在回归社会之前 有一个缓冲的渠道 那现行的条文里面 针对累犯的部分是 不能领选到外界 但是呢 针对再犯 却可以容许去外界 再犯跟累犯的差别在哪里 再犯就是说 他的犯罪行为 前后的犯罪行为 是超过五年 举例来说 如果他两个犯刑都是杀人罪 但是这个杀人罪 他第一案跟第二案 是差距五年以上 那就不受这个外界条例的限制 还是可以到外界 但是现在累犯 不分任何的条件 只要你有一罪 在这个五年之内 不管你前一罪 是什么样的罪 甚至是一颗罚金 或者是这个六个月以下的微罪 他还是受到这个 外界条例的限制 不能到外界 所以我们参考这个 大法官775号的解释 现行的规定 我觉得是有为比例原则 比如说 累犯不论前案的情节群种 一律都没有去外界领选资格 这个当然大家都可以理解 是有为比例原则 那我们参考 司法官 大法官第775 是现案 法院在良刑阶段 应该是累犯个案清洁 所斟酌刑罚 不该 不分轻重 一律加重本刑 二分之一 所以 执行阶段 对累犯的外界领选资格 也应该比照这种逻辑 是前案清洁轻重 而不是 一律排除 所以目前外界的人数 未来 这个 法务部 也希望能够 增加外界的人数 目前核定的人数 是2065位 这法务部提供资料 但实际收容是1666位 所以收容率现在只有八成 未来如果 法务部的新的计划 外界计划扩建完成 可能可以增加 五百兰到一千人 所以 如果 这个时候 这个收容率也会降临到六成左右 所以 本席所提出的外界条例第四条 这个修正案 是针对累犯的条件 符合大法官 七七五号的解释 按照比例原则 来做一个 这个 去外界条件的一个标准 所以在 很明确在修正条文里面 说累犯 除了说 他的前案执行完毕 受到六个月以下 有情图形宣告 大家都知道 六个月以下 有情图形宣告 通常是一颗法金 那是为罪 所以这样子的话 才有符合比例原则 如果说 两 累犯 他的两个犯行都非常严重的话 我们也 不主张 他可以有 这个 到外界离选资格 所以 基于 本席所说的那些理念 以及 这个 监索 对于收入人的教化效果的理论 跟实际的这个状况 觉得这个外界的条件 是应该要做适度的调整 以符合比例原则 所以提出 外界条例第四条例修正草案 希望 今天能够获得委员会 大家讨论 有共识 通过 好 感谢 好 谢谢邱志伟委员 接下来我们请提案人 林俊县委员说明 林俊县委员 林俊县委员 林俊县委员不在 接下来我们请 法务部陈次长报告 主席 各位委员 各位先生 那有关于 今天所审议的三个部分 我们除了书面的以外呢 简单口诺 二要报告如下 第一 有关于林俊县委员 所提出来的新论化 第十八条条文的修正草案 这个修正的本意并没有错 就是说呢 除了财法 行政财法以外 还要剥夺他的这个不法利得 不过 因为条文只有这个 写的是 只有占除一项 但是呢 这里面会牵涉到 行政法 跟行政处分 也就是说呢 行政法二十条 里面有 有这个扩大 扩大没入的这个 他用行政处分 所以他到底是 行政财法 还是行政处分 这个会有差别 另外呢 可能会涉及到 这个没入 跟行政法的没收 因为我们的行政法的没收呢 已经改变不是属罚 而是一个不法利得的剥夺 里面还有 也有追剿 所以这一些的相关的问题 那比方说 单科没收 跟没入之间如何处理 单科没收 行政法的没收 跟不当利得 行政法 跟行政法的不当利得 如何处理 跟划缓 行政法的划缓如何处理 行者没收以外的 其他跟行政法有关的 没收没入 像两边的这个 不当利得的追缴 重点性如何处理 等等这些的话呢 可能会有一些 需要再做仔细的研究 所以呢 我们是建议这一部分的话 利益我们先 是不是等到法务部呢 我们会 我们本来就有计划 要对行政法法 做整体性的 这个修正考量 那在这一步 也从此呢 也已经有注意到 不法利得没收 那个行政法的没入 跟不法利得追缴 等等这些的问题 是不是一并的考量 把这个条文呢 能够弄得有 相关配套条文都能够 处理完 能够以身周延 第二 有关于出事委员所 提到的外计刑条例第四条 修正草案 这一部分的话呢 在第四条 第二项第三款 有关累败的部分 在上一届 委员会也审查过 事实上 那个方向 我们也赞同 有关于 只有讲到累败 两个字的话呢 可能恐怕会有 这个 也是有 现后差距的问题 这一部分的话呢 我们赞同 但是 整体的这个外计刑条例 我们也有一个 做通牌修正的考量 有关于 比如说委员 所提到的 财生华 第五条修正案 这个事实上 在财生华的第五条 第一项第二款里面呢 其他财产 相当叫 我们就有财猎局 猎局现金等等 还有事实上也包括了 保险在内 可能我们在韩式 在一个甜蜜说明内 也特别提到 有这个 保险 那 我们目前的申报财产呢 有电脑版 也就是说呢 授权 授权定的 大家到 全国的公务员 要申报的 大概有96% 是用电脑授权的 事实上已经有列入 这里面呢 我们 等一下再说说明 那当然呢 这个就是用手写的 就是说非电脑版的部分呢 也许就没有会那么详细 不过呢 事实上不必透过修法 我们也可以在这个申报声明里面呢 特别要强化来做处理 那以上报告 来进行指教 好 谢谢法务部陈次长报告 提案人与机关代表已说明完毕 现在进行巡答 本会委员发言时间8分钟 必要时得延长2分钟 非本会委员发言时间6分钟 并不再延长 上午10点30分 截止发言登记 我们请登记第一位 吴玉琴委员发言 主席 谢谢 我想今天 要跟我们法务部 陈次长这边来讨论有关 我们最近监察院 对于我们监所的一个设施环境 对于身心障碍的一个收容忍的权益的议题 来跟您做一些请教 我想监察院最近有这样的一个报告 应该是送到法务部了吗 那我下一页 因为我想申请公约 次长应该也蛮熟悉的 申请公约里面第14条 有提到 虽然有被剥夺自由的这个身影障碍者 但是他应该还是要获得 国际人权规范的保障 要合理的对待 也要防止身影障碍遭受酷刑 或残忍或不能到 有入人格待遇跟处置 我想这个部分也是希望能够在监狱的过程中 也应该有基本的人权 来下一页 这是国际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 也就是曼德拉规则 那我想在这规则里面第一条就提到的 对待所有的囚犯应该尊重其作为人 所应该固有的尊严跟价值 所以我今天要特别谈到身影障碍 虽然他说他是一个收容人 他是一个被监禁人 但是他还是有基本的一些这个人权的一个问题 那我想就是特别要跟您在这个议题上做一个请教 监察院在去年的12月11号 已经提出对于这个 我法务部有一些这个所谓的纠正 里面其实针对的就是说 监索现在很多的设备老旧 超收严重 缺乏无障碍环境跟设施 那对肢体障碍跟感官障碍者 限制他的活动 大概因为可能相关的设施不足 那另外就对听障碍者的一个沟通 协助也不足 对认知障碍缺乏协助的资源 那对精神医疗的团队人力也非常的缺乏 整体看一下来我想请问次长 就监察院这一份报告过来 因为获达300多页 所以确实是一个蛮大幅度的 在做整个监疫或是坚守的一个盘点 那您知道现在到底有多少身心障碍朋友吗 在收容所里面 目前我这边手边没有资料 那请您再补容资料给我 因为肢脏 西埃病院的肢脏有很多类 那除了传统的肢脏以外 所以也要跟次长提醒 因为身心障碍的类别有大概十几类 十六类左右 那您可能八大类 然后有好多项目 像认知障碍 它就分好几种类型了 经障 还有智能障碍 还有可能自闭症 是各种类型 那因为你们的统计有时候就是 可能会混淆 所以这个部分可能未来在相关的统计上面 可以再更精准一点 那对于说监察院的纠正的内容 对于无障碍设施 还有这个认知障碍者的一个资源协助 还有精神疾病的团队人力不足的问题 不晓得你们有没有 有比较具体的一些回应了 还是什么时候会给监察院这样的回应 各位报告 这是涉及到人力跟这个经费的问题 我老实讲 其实是这个问题 那刚刚同仁给我说 精神障碍 比较粗的 到二月底会只是2726人 不过这个精神障碍 不过这个分裂我是觉得 不够细利 所以接着讲一个精神障碍 那目前呢 我们有投射一个精神障碍 以精神障碍的 有一个专区 这个稍微比较有规模 过去就有了 那会强化这个医疗的部分 那事实上我们已经跟卫福部呢 一再的在做协调了 因为这个要医生嘛 这不是要抗拐而已 那官员 能医护人员都需要 对 要医护 还有精神的 那这一部分呢 我们也跟卫福部在做处理 这里事实上也结合到 毒品 还有这个新 是戒毒的部分 新活潮治疗的戒毒 要做整理性的处理 这个要医疗设施 那请教一下 今年有边内相关预算吗 还是要等明年 经位是有 机会是有 那另外再不够啦 不够嘛 不够嘛 因为福音山到各间去的话 是不够 那另外呢 在硬体设施方面 我们是逐步在改善啦 比方说我们那个 无障碍空间的走道 但是有的是受制宜 我们的设施开败嘛 老旧 可能有的坡度都还不太不好 是 这个在硬体部分的处理 这个是监察院理砍的基础 这个地上积水 很容易积水 然后再来那个坡度 这个太陡了 太陡了 所以有时候是观念的问题 既然你们都有做了这个坡道 有的三坡 三坡也不够 这也不符合声音障碍的坡道的协度 所以是观念的问题 有些是观念跟 它是因为阴露就简是成了 我们场地不够 是 所以不得不这样做的啦 不过观念我们要转变 没有错啦 没错 就是摘不起来 你看到它辛苦点 所以这个我想应该要一起来 就是整个应该你们要先盘点 监察院已经给你相关的报告了 那应该盘点每一个坚守 哪一些哪一些要做改善 那也要逐年 逐年 小政署有今晚给个监察盘点中 监察院的资料 这个应该很快吧 因为监察院已经帮你做 先做监察院一次了 两个月以内 两个月以内就可以监察院出来 如果能够有相关资料 也可以送给我一份好不好 因为我们会持续关心 我们身心障碍朋友 在监狱的一个权益 那我想这个问题 因为各个监所 不是只有刚刚台北的监所 各个监所 都要整个监点 好下一页 再下一页 来 这个地方就是 我有朋友提到说 因为常常有些市长朋友 那在这个监所里面呢 我们导盲帐是不能牺带入监的 那他们怎么 现在可以了 现在可以了是吧 已经允许他们带进去了是吧 因为早期他们都说 原来不可以对不对 对 对 没有吗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禁止 没有禁止了 这就是我们的管理员 是比较保守 现在角度属于有通令 可以 因为管杖是他等于是他的脚了 他如果没有这个管杖 当时怕说造成共囊 对啦 他怕它变成武器塔人 可是 其实上它是一个他生活中的一个必要的抚具 那听障的朋友收容所 这边有没有相关的 这个助听器的一个协助 我们现在要准备提供 有提供 有提供的吗 可以自己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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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想这个在去年 这个施改有提了 去年那个施改的监督联盟有提 实际上有改进了 我们要盘点 就好像好多个角度都大家一直在关心这个基本的人权的议题 好 那我们再来下一张 那我想刚刚提到医疗的部分 您也刚刚提到了会跟卫福部这边 我本来今天比较没有着重在这一点问 因为经账的部分确实是未来蛮重要的一环 包括戒毒 然后那个相关的这种 可能都是要跟医疗系统有很多的合作 这里面还有配合到老人化 对对对 老人化的问题我也是很关注 因为在监察院的报告里面也提到 监索人员对高龄的这个议题反而更担心 因为整个人口越来越老化 那这个老人症的监索大概2.7% 可是这人数会越来越多 那我们看到其中也有49人已经超过80岁了 那对于这群人你们会怎么处理 我们目前的本来是 拒绝监收吗还是说 拒绝因为依法无据 那只能他如果是身体状况到说 在监不能够医治的话就保卫医治 但是有的呢 老实讲有少数的家属还不愿意保 不愿意接回去 这个还要配合 社区这个处理 那我们会在经济的努力中 那目前是没有考虑设专监 因为专监的话好像变得比较标签化 但是要我们要做老人工厂或是 看护有啦 你们看护是自己监狱里面的 受刑人 把他训练为照顾务员 然后自己照顾自己的这些受刑人这样子 那你没有专区你怎么做相关的照顾工作 在里面做专区啦 里面做专区嘛 里面做专区这样 好 可是这个问题看起来是未来一定要面对的 一定要面对啦 这个要面对 因为老人会越来越多 最近我们在一两个礼拜前就是知道有一位市盲的 也市障的啦 市障的 去到里面更早 那后来身体也有点发炎 不是那个武安会员 一般的发炎 我后来每天帮他把他把他把挥医治啊 是 尽管把他把他把他把外 是是 这一部分我们会 现在会特别注重 特别注重 好 好 那我最后要跟您讨论的就是有关生因在儿童跟少年的这个特殊教育的部分 那在這個監察院的報告裡面也特別提到 有關這個受刑人裡面大概有10%是智能不足 那這些孩子在這個矯正學校或虎育院的這個學習裡面 好像這個特殊教育的這個特教人員是比較少的 那這個其實他們是需要一些協助的 不然他們可能有自閉或是有相關的這個過動或什麼 他可能有很多行為會挑釁到這個管理員 那可能會導致後面的就是可能就是處罰跟不人道的對待 所以這部分我不知道我們房屋部這邊對於矯正學校跟虎育院的部分 有沒有什麼具體的一些改善的措施 這部分我們有跟那個國教署有聯繫過 他們有編12位的這個特教老師的 會進來虎育院或是矯正學校裡面 但是事實上現在這樣夠嗎 當然不錯 因為事實上特教也很多種 尤其那些少年的 特教也是很多 那但是這部教育部呢 他也有承諾啦 願意從老師除了12位以外呢 其他怎麼樣支援的方式來處理 尋為支援的部分 沒錯 但是現在我們四個嘛 少年的有四個嘛 那個學校啦 另外還有那個少管所的部分 這個部分我們還要強化 市長是要提醒啦 就是因為孩子 症能不足或是所謂的 有些身體上的狀況 他的一些行為 我想管理員能了解 他不是故意挑釁他 可能是一些他的一個對外界認知有一些他的困難 所以造成可能會產生一些跟別人的衝突 我們去年就是108年已經開了兩次還是三次的班啦 對我們的管教人員 那請施華宴 邵家廳 老師 還聽到沒有 對 管理人員的觀念要釐清 那也是要釐清對聲音障礙的認識 那不會產生說 他是故意挑釁我的 對 我們對同仁的教育 對 同仁的教育 對 同仁的教育 對 同仁的教育是要加強 對 我們最會努力 好 謝謝 謝謝主席 謝謝吳玉琴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劉士芳委員發言 我先來請教一下那個監察院 尤其是公職財產申報的部分 請翻開到我的第二頁的部分 這個是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韓國瑜先生 跟他的夫人李嘉芬 在2019年3月14號的財產申報 好 我先請教一下監察院 這樣子的 看得到嗎 你們看得到嗎 看得到嗎 那個 不是 你們前面都有一個吧 你可以把它放大吧 你會不會操作 你可以把它放大 我知道這個字太小 來 請教一下這個是合 合法 不合法 合乎我們財產申報嗎 如果副秘書長沒辦法回答的話 我可不可以請下公報出的人來回答 好 那我請處長 看得到嗎 不好意思 謝謝 合法吧 報告委員這樣是合法的 這樣是合法嗎 對 那副秘書長跟那個部長你看一下 這個保險的部分呢 他只有提到保險公司 然後提到這個保險的名稱 還有維保人 或者是藥保人 但是你知道在這個選舉期間 通常很多人是想要知道說 一對夫妻裡面同時申報了這麼多的保險類額 但是從來不曉得他保險金額是有多少 那剛剛次長在回答說 我們可以不用修正這個 我所提的這個第五條的修正案 只要把這個田的表格稍微做一下修改就好 但是我們也問了一下廉政署 廉政署的人同仁也過來 廉政署的同仁能不能告訴我 投資型受險年金型保險跟儲蓄型受險 在我剛剛所提供的這個 韓國瑜先生跟他的夫人李嘉芬裡面 那是哪幾樣是屬於這三樣裡面的 廉政署的同仁 廉政署同仁在哪裡 我不曉得現在是署長來副市長來 你要回答主席 今天署長來 來 政署長 我們是不是請 胖哥 會還是不會嗎 你會不會回答嗎 好來 然後報告委員 因為每個申報人他的保險契約類型都非常的複雜 那所以因為我們現在我們的 蔡廉申報法的一個填表說明是說 我們必須要申報 儲蓄型投資型跟年金型的保險 只有這三項嗎 對對對 但是現在 因為我們也問過法務部的廉政署 就是說你們能不能找出幾個現在市場上在銷售的保險名稱 是否都屬於這三項裡面 其實你們沒辦法確認對不對 對 因為現在金融商品太複雜 不是 你就跟我講對還是不對 你們沒有辦法確認嗎 沒有辦法確認 我剛講了 我舉了實例給你看 這個實例裡面大概就是15到20個左右的這個保險的類別 但是你也不曉得是屬於哪一種 是儲蓄型 投資型還是年金型 對就是 到目前為止我們現在的還沒有修法之前 只要提出這三項類型就好了 連保額都沒有放進去嘛對不對 對 所以廉政署並沒有辦法列舉出來 所以我就要直接告訴 請坐 我就要直接告訴次長您剛所說的 就是我們只考量一下 把這個表格改一下就可以了 其實廉政署的同仁已經非常明確的告訴你 目前現在的金融保險或是金融保險的這個市場上面 所銷售的這些太多樣了 既然沒有辦法的話我們基於這個陽光法案的這個權責 我們讓這個行政機關或者是我們的廉政機關有財良權 如果我們在一定金額以上你一定要申報 而且要把金額申報出來 不管你是用總額的管制還是個別的管制 這個才能夠真正達到我們陽光法案對公職員財產申報裡面 應該要屬於對外揭露的公開透明的方向 那這個 報告一下一定要揭露 當然揭露 但是你揭露一半有露跟沒有露是一樣啊 剛才那個表格那個錯的 也不能說錯 那個需要不夠周延 就是不夠周延啊 我們電腦版的 電腦申報裡面就有保險類型除氣險 幣值新來幣多少錢 企業什麼時候開始 累計移價保位多少 保單價值多少 保險分號碼 對嘛 我要跟你說嘛 我現在要跟你說就是說 這是現在 我剛剛所舉出來的 剛剛那個監察院也講過 韓先生他所申報的這個部分 在他們現行的財產申報法裡面是合法的嘛 那表示說大家都想要知道 這總共的保額是多少 沒有人告訴我們啊 我們也不能打電話去問他啊 我們那個申報的說明欄裡面 要把它加上去 以後要統一做啦 這個我也跟連任 那有沒有一定金額 有啊 有金額啊 沒有啦 沒有啦 每一個都有喔 每一個只要有就要報是不是 我聽說兩句 現在用電腦版的齁 就是習業要定義申報的 就要自己授權 就自動列出來囉 好 我們在這個法條上面考慮的是 韓國瑜韓市 可能是用手寫版的 就是自己打的啦 但是這樣是合法啊 以後我們會規定統一 沒有啦 我們會規定統一啦 我比較在乎的就是 一定要有一定金額以上 都能夠公開跟揭露 那你是手寫版跟電腦版 當然要一致啊 要一致啦 好嗎 那我們等一下可以來詳細討論一下 好嗎 好 那再來我想請教一下 矯正署啊 我要針對的是外衣監 這個條例裡面的 這個邱志偉委員所提的這個修正案 矯正署的同仁能不能告訴我說 現在監獄啊 超額收容的人數 大概有多少 來請拿個麥克風好嗎 超額收容的人數是多少 好 麻煩等一下多給我一點時間 好 報告委員我目前超額是3.6 蛤 請您大聲一點好嗎 3.6 你有沒有弄錯 3.6% 不對 你弄錯了 我矯正署到3月31提供給我的資料 超額的收容是8.35% 總共3294人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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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我們今天最新的是3.6沒有錯 是不是最新 你的意思是說都放完了 是 我們最近這一天齁 這兩個月來 我們因為在 能放就趕快放走 疫情期間 疫情期間我們加速 加速放人 加速就是審查啦 加速審查 加速審查跟加速放人 那我們這個資料是憑空那個抓藥人來的嗎 不是 這個是我們今天的 來 那個主席可不可以請他能夠 那個原來是8點多 沒有錯 8點多 原來什麼時候的原來 大概兩三個月前是8點多 過年前這一段時間 你是署長還是副署長 我是署長 署長嗎 政署長 我這邊寫 矯正署提供到3月31號指 你的超額收容是3294人 有8.35 那你說現在降成3點多嗎 那表示說大概有一兩千人就放走啦 這兩天 沒有啦 這個數據可能有點誤會 再查一下 你再查清楚好嗎 再查一下 好 因為給我們辦公室的是2140人 而且是3.7%啦 確認一下 那給我們辦公室是3294人 8.35% 那要嘛就是助理要打屁股 要嘛就是矯正署要打屁股 為什麼兩個委員所提供的不對 那為什麼給召委的是對的 給我們的是錯的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們回去整個我看看 等一下資料 你不能這樣 不能這樣 不要糊弄我們喔 我們是很嚴肅在討論這個議題的 不會 這個是每天在調整的 每天調整不可能3點多趴跟8點多趴 差了差一兩千人 你也不能這樣 那個是過年前這一段時間 因為我們 你不要跟我付用那麼久 我只有昨天跟今天 今天4月1號愚人節 我們不要被愚好不好 我之後問的問題是這樣子 就是說目前我們的超額收容這麼多人喔 不管是疫情的關係 或者是有的人是在屬於外疫間喔 那我們知道外疫間有一定的審查的程序 剛剛次長在報告的時候 我覺得他可以接受我們的意見就是說 對於在犯跟累犯 尤其是說在第一次犯案的時候呢 他的這個前案的罪行是比較輕微的喔 能不能納入外疫間的審查條例 我覺得是一個可走的方向 但是我要問的方向是說 請次長能夠考慮 現在在監服刑刑期五年以上的累犯 他們在上一次所犯下的有期徒刑 是六個月以下的 就高達2718人 2718人 那如果呢 如果呢 他們是認為在監所裡面呢 已經受到比較好的這個矯正 或者說他可以獲得我們監所裡面 矯正署的認同的話 應該把它列到我們所說的 執行完畢之前案均為 受六個月以下有期徒刑的宣告的話 不在此限 我覺得這個部分的外疫間的臨選資格 市長可以好好來考慮 因為我原來想像沒有那麼多人 現在確實提出來是2718人是相當多 我不曉得市長您的看法 怎麼樣做一個簡單的回應好嗎 我們贊成這樣啦 因為過去那個消極資格 就是不能臨選來的 裡面那個累犯這一欄 只有寫一個累犯 過去認為說累犯的話 你就更犯了嘛 所以比較惡事 這樣啦 但是現在觀念不一樣 因為現在教化 而且呢 累犯是五年內再犯的話 叫做五累犯嘛 有的超過五年啊 有的是前案甚至很輕的 比方說 甚至有的人都忘了他上一次犯案是什麼時候 非常多了 所以我剛剛也報告說 在上一屆的時候呢 也曾經討論過一年多以前啦 那我們認為說這個部分有修正的遺地 但是也不要全部換寬啦 所以我們現在實際 就要以六個月 前案換的六個月所謂清罪 也許呢 我們可以作為 不再排除範圍內這樣 好 那所以那個 剛剛那個提案委員 邱志偉委員所提的部分 原則上您沒有太大的反對意見 可以同意嗎 可以同意嗎 好 那請主席那個是不是 剛剛繳政署所提供的那個詳細的資訊啊 不管你是3月31或4月1號 請提供給我們參考好嗎 因為一叉叉一兩千人啊 對於我們要跟那個法務部啊 有一些那個質詢方面的 其實是有不同的方向的思考好嗎 好 那麻煩請提供給我們正確的資訊 嘿 好 好 謝謝 好 謝謝劉世帆委員 那請繳政署趕快提出來 你們昨天是統計到3月底嘛 那確實在2018年底是超收比率10% 但是2019年年底是降到5.9 好 那這3個月 3月底是降到3.7 超收的人數是兩千一百四十人 我看這個數據對不對 再麻煩給委員會的委員 大家再來確認 好 接下來我們請鍾嘉賓委員發言 二主席在場的委員先進列席的 政府機關首長官員會長工作夥伴媒體記者女士先生 大家早安 那麼除了陳次長和我們呃 呃 呃 負民署長之外 是不是也請黃署長 繳政署黃署長 以及呃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處的陳署長 先就位 待會會一併問到 那請注意保持安全距離 請在檯面到前面 來 因為我資料到你們看啊 你們到前面來看到資料 兩位 就黃署長 黃署長坐到前面 這個什麼時間一直在跑人 還沒就位就在跑時間 好 再給嘉賓委員30秒 好 來 那個 次長 看到這個題目 今天我們講外衣間 但是我是覺得呢 除了外衣間之外 我們監獄的環境 讓受刑人員富貴是很重要 外衣間是一個中途的過程 好 我們往下看 這次呢 上週有一個記者會 是關於我們某角症機構 當中的受刑人 那因為有受刑 受施刑致死 現在檢察官已經提出公訴 這個是檢察官啊 為了查這個案子呢 去查訪當時的其他受刑人 收容人 那這裡面就 這個是屬於提列法院審查的證據 他有一定的證據效力 這當中呢 其他的收容人呢 就說明說 他們都是在沒有監視器的地方 這些管理員跟服務員 服務員就是雜役呢 服務員跟管理員要求他們 脅迫收容人呢 不可以去投訴 他們被施刑 也不可以被投訴 還不讓收容人 陳遞訴狀 我們再往下看 他說呢 陳訴度成狀 陳情舉發 該單位的不法行為 但是呢 那他發現呢 他那些雜役跟管理員呢 教說當時同房的受刑人 監視陳訴人的訴狀內容 就是說不讓他去投訴啦 好 那這樣子我就去矯證署 去要了資料了 來 我們往下看 根據矯證署給我們的資料 他說關於各類的陳情統計 有行政性格 法令查詢 違施舉發 權益維護 次長 你覺得剛剛如果那樣的一個收容人 去投訴被施刑 他會放在哪一類 被施刑本來就不對啊 那是說哪一類 他去陳訴 你們會把他歸類在哪一類 你們怎麼歸類 本來就不應該歸類在那個 他是在違施舉發那一類嘛 他們你們有分類啦 那我就要說了嘛 那請問一下署長 那這個案子歸類在為施舉發對不對 那你們為施舉發後 你們查了出來 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這些裡面陳訴的案件當中 屬於為施舉發的 你們有沒有改善狀況 有沒有做個統計 不然你們這個分類幹嘛的 即使這個是他們投訴的 那不然我們都會下去查 然後會做回覆 是 那你們有做了分類嘛 這些陳述這些陳情 你們把洋洋瞎爪分成四類 法令查詢你們回答 我比較沒意見 新格監獄 因新英格你們預證管理 但是我比較關切的是 為施舉發 次長 對於預證矯正署裡面 所收到收容人的為施舉發 你們會看他有沒有改善 會不會 要看 要看嘛 好 要看齁 監獄新聞後來給外部視察 以後會再這樣 以後會再有 以後法務部 你們對於矯正署 對於為施舉發的改善狀況的報告 你們看了之後 也給我們一份好不好 我們要知道矯正署的改善狀況 好 往下看 好 請問呢 署長 我們監獄啊 是處理社會垃圾的地方 將犯罪人隔離於社會之外 剝奪其收容的自由 你認為是這個A 還是另外你們的矯正署呢 是為了矯正犯罪 減少其刑滿注意後再犯的可能 你們矯正的目的是A還是B A跟B都有 蛤? A也有喔? 對 你們要隔離在社會之外 剝奪其收容的自由 這是他對的處罰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我們矯正其實它是四個目的 OK 那這兩個都是 我用詞用的比較誇張 我以為你不會選A 所以什麼社會垃圾 那個不是我的本意 好 我往下看 好 那現在呢 既然是這樣的話 那我們看到 這幾年來 B的話是不要讓它再進來 希望它能改過自新 但是我看你們目前這幾年呢 再犯的受刑人 有前科的就是再犯的 從72%上漲到快八成 那請問一下你認為矯正署 這樣的矯正的效果 降低再犯率有幫助嗎? 有效果嗎? 我跟委員報告齁 其實這個是我很在意的一件事情 所以要改進嘛對不對 最主要就是因為 我們有很多進來 以前的前科是屬於 我們再算都是算前科再犯率 就是啦 他原來在外只有就是說 義務勞動啦 或是 不管怎麼樣啦 反正再犯進來 這個就是我們要求看的嘛 對不對?好 往下看 好 那請問 那避免他再犯進來 只要讓他覺得監獄很舒適 他就不會再進來 還是環境產物 人道學長會毆打 管理部 管教員會不當管教 心生恐懼 他就不敢再進來 還是教會是給予適當的必要的教化 讓他回歸社會 你覺得應該是哪一種 讓他不會再進來? 我是接著C 應該是C嘛 不會是B嘛 對不對? 如果監獄很可怕 學長會打人 那我要是再換進來就被打死 還是我再換進來 我可以打學弟? 這個是我們禁止的事 好 那很好 來 那我們看一下 其實呢 我們有個禁止庫刑公約啦 請問署長 你覺得如果說 我們這個禁止庫刑公約裡面 所要求的 可否全面檢視各監獄的狀況 提出改善報告 因為這是一個國際公約 你們有在做啦 好 那我再說 為什麼要這樣子往下看 這個裡面的這個調查報告說 兒時受虐長大會有暴力行為 這個調查報告呢 其中一位學者叫做葉玉蘭 是本會的委員 這樣講應該他是罪的啦 兒時受虐來往下看 那同樣的道理 就業不穩定的假釋人 債犯率高 如果在監獄裡面被受爆 他可能出來呢 跟那個收虐兒一樣 會對他人施暴 那像這種情況呢 假釋人都從事於低階兒 無技術或專業性的工作 那這裡調查也說 就業情況與最近一次的債犯有關 如果他最近是屬於臨時性或經常失業 債犯率很高 這同樣的是來自於另外一個報告 讓我往下看 所以你們矯正署呢 做了一個白皮書 你們的鼓勵啊 那個收農人呢 投入農業跟長照 你們還幫他做職訊 協助要復歸社會 好 那根據你們的調查報告呢 現在一個成果了 讓我往下看 現在呢你們的受刑人 大部分去參加烘焙餐飲 電腦軟體 有部分呢 投入了生命禮儀跟照顧服務 好 反正就是訓練他們可以復歸社會 但是我們看一下 他們出監之後這些更生人的職業狀況呢 大部分是做營建工程 下一頁 好 他們做營建工程 那真正去做所謂的服務業的呢 尤其是你說的超服務業的不多 好 那在我們再往下看 那更生人取得證照的情況呢 其實狼羊傻傻 我都沒有辦法框重點 因為大部分都沒有機會取得證照 多數的更生人出入日之後 他從事的工作 跟他的證照無關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目前呢 我們看到各行業的更生人跟一般的薪資所得 大部分都比較低啦 這一個很例外的 從事娛樂休閒服務業的更生人 比其他人呢 來得高啦 很奇怪呢 更生人出獄之後 從事娛樂休閒業 比其他這個服務業的 可能是不是都是在酒店當大哥 我是不清楚啦 但是呢 大部分都很低 好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一旦路肩服刑 年齡技術 社會信任度 都會造成職業生涯的斷層 署長 你知道你們的更生人 在裡面受了職訊之後 出去還是一樣 或者是社會信任度不高 或者他年齡偏長 或者他的技術已經跟不上時代 所以呢 他的就業薪資都比別人低 你覺得 如果他一直在社會上 得不到應有的待遇 他很可能就會再犯嘛 對不對 是 所以你們幫他做職訊 那你們有發現 他出獄之後 他有取得證照嗎 他出獄之後 他有透過你們給他的技能 得到應有的薪資水準嗎 還是都只能做一些低階的工作 因為人家覺得他沒技術 人家覺得他不好用 你覺得呢 你們有沒有調查 這一關我們還沒有 只是因為我們後半段 他是屬於在整個社會安全網 我們大部分 或者跟勞動部做一個連結 所以呢 最後我要說的說 我剛剛提示的資料 都不是你們腳聖所做的 都是跟生人保護協會他們自己做的 你們前面做職訊 你們用力在做 後面受刑人收容人出去之後 他更勝人的就業狀況 你們沒有了解 你們等於蒙著眼在做職訊 如果你們不曉得這樣的職訊 他有沒有幫助 你們怎麼調整方向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 跟委員報告 我們目前就是 比較 現在社會上比較吸酒 比較大 我知道啦 你們有訓啦 可是他出去他沒有去考照 他出去去就業 薪水還是沒有提高 因為 所以我們現在跟那個勞動部 我們現在要出點 他會進入 先介入舞蹈 很好 所以我就有兩個結論 因為時間的關係 兩個結論 第一個我希望的 剛剛那個個案 你們盤點全台監獄的監視器死角 受刑人的陳情機制 如果監視器無法喊個地方 應該標示為盲區 而且告知受刑人安全地圖 不要被帶去盲區施行 這點可不可以做到 我想這個不是所謂的盲區 因為監守他 他要通過的通道 這個我們目前來講 都是屬於有監視器的一個換物 那如果帶去沒有監視器 看到的地方施行 你們也不知道嘛 所以我就說說 你們要規定 如果沒有特殊理由 不能把受刑人收容 能帶去盲區嘛 帶去盲區 不知道幹什麼壞事 那樣你了解了沒有 你清楚了沒有 我了解 我了解我的意思 我們現在 所有人不能去的地方 我們將來在科技的設施 是的 是的 就承諾這點就好了 我有一個零題 第二個 你們更生人要習得益智市場 復歸社會這很重要 那請你們就 他的職能訓練 跟他未來復歸社會 你們有沒有追蹤啊 你們去追蹤這些更生人 他有沒有如期你們的訓練之後 取得未來比較好的收入能力 才不會再犯 這個部分請你們提出一個計畫好不好 例如說在委託葉玉蘭教授去做一個調查 或者委託更生人保護協會去做個調查 幫助你們前端的職訊能符合他未來的就業狀況 可以做到嗎 這個我想跟委員報告 好 我們來結合然後東部來處理 也可以 你們要管 你們要結合誰都可以 你們要告訴我 你打算怎麼做 可以嗎一個月內 好 謝謝 很抱歉再跟主席借個一分鐘 我就問那個監察院 我再起了監察的問題 請問一下處長 根據我們那個財產申報法第二條 代表第五款 代表政府或公股的董事或監察人 是不是屬於財產申報的範圍 那我請問一下像高鐵 他是官股 他的董事長是不是要做財產申報 對 是要做財產申報 好 根據你們第十二條 你們會對於他的全年的薪資所得總額 如果變動超過一倍以上的話 你們要去查核嗎 對不對 他的財產變動 你們會去看嗎 不是 不然那你們第十二條 不是這樣規定嗎 不是 他的申報異動的狀況 沒有 不然第十二條怎麼解釋 沒有 那個董事的部分 他只是一個單純的 沒有 我是說 我不是說董事 我是說那高鐵董事長 算不算做財產申報 是 是 那他算什麼 第十二條 他的財產有異動的時候 你們會去看他的薪資所得 有沒有異常的變動 是不是 跟委員報告 這個只有在前後年度 被我們抽到比對的時候 好 很好 表示你們會去抽查嗎 對 抽查下去看 好 那他的薪資所得 包括哪些 薪資所得 就是我們從所得 就財稅資料中心裡面 好 那我來問一下 你們的施行的第二十一條 如果高鐵董事長 擔任其他董事的獨董 獨董在其他公司 可以零到一百八十萬 那如果他單家三家四家的獨董 他的收入就可能高達近千萬 如果這個關股的董事長 是屬於財產三毛的對象 他同時又有去擔任其他 私人公司的獨立董事 有他的獨立董事的薪酬 會不會進入到你們 所謂的全年的薪資所得的 調查範圍內 那個目前法條是規定薪資所得 但是我們在 那獨董的薪酬算不算薪資所得 算 好 那我就告訴你 那我要要求 請你們江監察院所有 代表政府的關股的董事長 董事長或是董事長 那你們都知道 他有在沒有參加其他的獨董 他有獨董就有參加都有薪資所得 你們當然可以掌握 譬如我現在問你 你知道高鐵的江董事長 有擔任幾個獨董嗎 不知道嗎 你們查得出來嗎 報告委員 這個一定是要 我們一定比例抽出來以後 嚴重到要轉化掉了 你們可以去查嗎 不是不是 我們一定是抽查比例出來以後 再去按照 有抽查的他會去查嗎 對 而且有一定的比例 對對對 有抽到的就會去查 查的話就會查出他們擔任獨董 對不對 報告委員 5%抽查出來以後 我們目前是在這個5%裡面 還有20% 所以 對啦就是說如果真的 他落到你們5%當中的20% 對 要查他的全年薪資 我們就會去查 那你會不會知道他擔任幾家公司的獨董 對不對 就會知道嗎 是 好那我就說希望監察辦提供 過去你們歷來抽查到的就好了 抽查到的 代表公司關獨的董董 董事長 他同時有去擔任其他公司獨董的薪酬資料 可以嗎 你們有查過的 我不要求你們多查 以前有查過的可以提供嗎 是 好可以齁 那不用我再新聞嘛齁 好謝謝主席不好意思 好謝謝鍾嘉賓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鄭運鵬委員發言 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好齁 那跟陳次長請教一下 剛才我聽到你在講行政法法林俊憲委員的這個修正案的時候 那個法務部的態度是反對嗎 不是反對啦 配套的還要用更清楚 那你們要怎樣配套 所以我們就給我們一個時間研究 你是說你們整部要處理嗎 對嗎 對 那你們在 包括不法利得 就是一個是財法要嘛 對 一個是要增加的不法利得剝奪嘛 就跟我們刑法不是有改嘛對不對 對 那這個相關的配套裡面 這裡面會牽涉到刑法跟刑事法 行政法跟刑事法等等這些的配套啦 那我們再把它思考一下比較周延的 不是反對 好 是要周延一點 那次長反正你既然要修喔 我就先針對這個條文跟你 現行條文跟你請教一下 我們現行條文是八條第二項 前項所得之利益超過法定罰還最高額者 得於所得利益之範圍內 著量加重不受法定罰還最高額之限制 那你知不知道這個第二項 我們大概每一年大概有幾件 一年的 加重 行政罰還的第二項有幾件 那最高罰到哪裡 這個你曉得嘛 那要個案判斷了 但是我們查過 我們上網查過 上網查過這個法院判決的 法院判決的 因為不法利得加重財法的部分 一共只有76件 包括水污染防治法 廢棄物清理法 空污法 食安法 土石財計法 公平法 環境影響評估法 都市計劃法 大概都是這一些啦 為百分區使用啦 所以就76件對不對 76件 我們查到的是這樣啦 好 那你在這個本來第二項裡面 所得利益範圍喔 超過那個罰還最高額嘛 對 那你在加重下去的時候 嗯 大概會加到多少 會不會超過你本來的 法案最上的 要超過 我幾個例子啦 過去的西豬肉 那個叫做序幕法 對 我記得那個當時 那法定最高也是40萬 嗯 可是我們有查過的是 我記得那個時候有兩三百萬 對 他拿去做豬肉 做豬肝肉 肉肝肉 後來有要求他用200萬查 嗯 那個就是 上限40萬 結果你們才到200萬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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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是我們才的啦 我說請主管機關才的啦 所以變成說林俊憲委員 這修正其實 有時候並沒有必要啦 看起來也有必要嘛 所以我說配套性的如何嗎 因為有的可能他不是才華對象 好 他會變成100萬啊 第三者 我問你這個是 我怕人家會認為 因為講到這個 追剿其利益 所得之利益喔 社會會覺得說這應該啊 違法探錢當然應該 那個追剿他的那個 不罰所得啦 還要另外再罰 但社會會覺得說 好像這個是正 這個是應該的啦 那我是怕人家反 認為說你法務部反對 所以我先問說這個數字是多少 你怎麼罰 也會超過上限40萬 罰到200萬 罰到200萬 罰非罰沒問題 不過是這樣 行政罰其實也蠻多的啦 所以我今天趁這個機會喔 因為你今天看起來 這是第18條不會修正 那我是要告訴大家 其實很多行政罰還的 其實都很多 額度很高喔 你像剛剛你講到的食品衛生管理法 從6萬元到2億啊 3300倍的那個倍數喔 所以其實可以罰到很高 然後再來就是 還有一個超過1億的喔 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 及大陸交承法 這個你亂鋪海底電燃造成破壞的時候 可以罰到1億啊 2000萬到1億 然後再來就是說 公平交易法 也是10萬到5000萬 然後不改的話 死性不改 20萬到1億 大概五百倍啦 大概是這樣 那還有放射線的喔 破壞環境的這種也 這是大概罰台電的吧 2000萬到1億啊 所以要讓社會知道說 其實如果是真的 大家覺得這種惡性重大的 其實很多都已經罰到上億元了 對 沒錯 不要讓我們覺得這個禁戶像 對於那個犯罪的違法的行為 我們都不太開罰 對啦 但是你們在通盤在 通盤在檢討的時候 有幾個要請 那個市長你們注意一下 好 你像有一些喔 他們的確是 長期佔用不法利益 像你剛剛講的那個 在那個違反分析使用的都市計畫法 還有一些稻礁 對 像攤販 他就在那邊做生意 有時候被檢舉 那他罰罰2000多塊 那有時候他的 你要去算他的不法利益 不法所得的時候喔 其實不容易去處理 對 所以你們這個要考量進去 在你們修法的時候喔 這給你找錢 好 就是讓社會知道說 有的時候罰兩三億的啦 那如果你在個別的法裡面 要去修正的話 其實那會比較直接 對 不然你只要用到第18條第二項的時候喔 那個要 要去裁 要去計算 非常困難 那個不法利益的確實是很難計算 所以行法裡面就有一個推估等等這些 好 爭議也蠻大 好來 那個再來問請教外議監條例 因為邱智偉委員 這次只有邱智偉委員的提案對不對 對 你們是贊成嘛 你們不反對啦 這一點 上一屆的時候有蠻多個版本的 所以我等一下跟市長請教 那看起來這外議監條例的第四條喔 他每20年會修正一次啊 民國50年的時候 他只有積極資格 那後來63年的時候 加了壘犯的排除條件喔 然後再過20年 執行20年之後 民國83年 那再把壘犯這個 去修正為那個 因過失再犯者不再此限喔 增進消極資格 又過了20年 103年喔 那再直接就直接寫壘犯了 就排除掉了 那延續到現在喔 那因為壘犯的狀況的確啦 因為法務部你們是可以 你們贊成這樣的案子 這樣的一個修正喔 把前一罪喔 前一罪 如果是六個月以下 你們認為是可以排除掉 清罪啦 可以處理掉喔 不過去年的時候 剛剛市長你有提到 去年的時候在委員會就已經 跟你們跟你們討論過這個案子 後來階級不連續就沒有了嘛 對 嗯 那個時候比較重要的問題是 管碧林委員他所問到的啦 嗯 就是說你們有沒有針對 當時討論 那六個月以下的受益人大概有多少 就是說他是累犯 對 但是前一罪執行完畢的是六個月以下 你有看過多少嗎 出不同系大約兩千多人 也是兩千多人 多少人 啊 多少啊 六個月以下 對 不是 前最六個月 但是如果照現在邱智瑋委委員的版本 會有兩千多位 因為你看 可以 本來是七千多啦 本來是七千多 但是裡面有扣除到 其他消息 毒品的話你不能來嘛 對 那個把它排除掉 小智瑋之前給我還是兩千多 兩千多 會有增加兩千個 其他排除的話 可以被領選就對了 可以 但是領選不代表 他 不代表他一定會被壞一間 沒有說話 兩千幾個對不對 對兩千 所以有兩千多個人 因為現在外衣間裡面大概還有四百個缺額嘛 對啦 還有四百個額度嘛 所以有兩千幾人可以去選 有主計 因為這個問了大概一年了啦 對 你的數字一直沒有給我們 所以是兩 有資格都沒有人知道嘛 現場 那個趙瑋也應該也不曉得吧 那兩千幾個你們 一年來都沒有給我 所以 會有兩 如果照你們現在的條文是有兩千個人 最新來講是大概兩千 OK 好 那 那你有沒有去看過說 好這兩千多個人 大致上 是哪一種犯罪會比較多 我猜是酒駕 我猜是酒駕 就前案是吧 對 前案六個月以下 我猜是酒駕 酒駕啦 還有過失傷害的 傷害的啦 那個輕罪的 就大部分這樣啦 酒駕傷害 但是去年的時候 有委員的版本是要排除酒駕 這個你們要評估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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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林審會 社會上對中 但是 前一罪 如果是酒駕在六個月以下的 應該 要嘛是攪不起的啦 要嘛就是比較輕的啦 所以這個也要特別說明 他只要判徒刑喔 不是攪不起啦 破道行就算罪患啦 嗯 破道行的這種啦 所以這個要特別說明 關於有時候社會誤解說 那兩千幾個都是酒駕的 這個到時候如果有通過 法務部還是要給你統計說 大概是什麼樣的類別 那也不代表他去領選 他就符合資格對不對 對對對 有資格不代表就會進來 對也要講清楚來 市長我跟你 再請教一個事情齁 蔡毅宇委員的去年的版本 我不知道這一屆有沒有提出來啦 他的寫法我覺得也可以考量 累犯但已執行完畢部分 皆為醫科罰金者不在此限 這也表示他可以醫科罰金嘛 對不對 他只是這一次給我乖嘛 那這一次你們認為 蔡毅宇委員這個條件 可不可以加進來 其實就跟這個六個月以下一樣啊 因為可以醫科罰金都是六個月以下才能醫科罰金 對 四個月就不行啊 意思是一樣 不是啊 是說我已經醫科罰金了嘛 所以對你來說是一樣意思 一樣意思 因為只有六個月以下才能醫科罰金 而且追蹤本身五年以下 不然一年不能醫科罰金啦 一年要看六個月以下 好 來 最後那個次長來跟你 我上面沒有資料齁 就是你們的領選實施辦法裡面 我剛剛看到這個條件齁 就是排除的條件齁 因為你 如果這些都符合這個第四條 但是你們排除的第八款裡面有個重度肢體障礙 他不能去外醫間 這個沒有錯吧 有 對不對 你們理解辦法 不過這個辦法我們會再修改啦 最近再去檢討 市長我跟你講齁 因為他已經是重度肢體障礙了 在我的選區裡面有一間做 應該算庇護工廠 那他們做洗衣服的燙衣服的 他有那種極重度的肢體障礙 他可以訓練來做這些工作 所以如果他 其實他關在裡面 要是說也行動不方便 對 所以如果到外醫間可以去從事這些工作 我認為不應該用他的重度肢體障礙把它排除掉 這個我們會檢討 好嗎 像巴德嘛 巴德外醫間來說 他的不是農作 因為傳統的過去的觀念 認為到外醫間是做農作 對 做東西啦 搬酒頭 現在不一樣 巴德外醫間就比較高科技類的 這個就不一定 對 其實有一些工作齁 你因為肢體障礙關在裡面 老實說也可能啦 對對 我們會檢討 如果他有這個機會的話 你們不應該是因為他的身心障礙 就把它排除在外 這個我們會檢討 這個你們再考慮看看 好 謝謝 好 謝謝 鄭運鵬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吳一丁委員發言 謝謝主席 我想先請財產申報處的處長 我想請問一下 我們那個陽光法案 在改之前 我們是 就像是表哥講的是 幾乎是所有的保險 不管保額都要列上去的嗎 只是有電腦版跟紙版的差別 就是電腦版的話 他是比較 就是要把金額列下去 可是紙版的話 他就沒有金額列上去 是這樣子嗎 對 目前我們只有備註 可以去處理金額的問題 那至於說 因為不管是紙本 或者是這個電腦版 他其實都是只有在備註裡面 對 那不過我們要求就是 在實務上我們要求就是 保險就要申報 我們不限金額都要申報的嘛 對不對 所以 我的考量是這樣子啦 你覺得現在我們家這一條是 一定金額以上之保險契約 那是不是一定金額以下 就可以不用報了 報告委員 因為這個部分是後來 法務部透過函事 那他另外在那個第九項下面 另外設一個第二點就是保險 可是法務部的函事是告訴我們說 現在的保險不管多少金額都還是一定要報 對 所以我覺得這邊我們是不是可以考慮 不是說一定金額以上之 就是第四條 不是直接放一定金額以上之保險契約 我們如果直接只放說保險金額呢 所以保險契約 就是任何保險契約都要上去 然後你們在細項在實施的細則裡面 再把保額跟到期的收益放進去 你懂我的意思嗎 就是說我們現在這個條文這樣子改了 是不是會有一些 如果想要鑽漏洞的話 我可以報很多小的嘛 那他們都是一定金額以下的保險契約了 我就不用申報了嘛 是不是這樣子 是不是會有這種可能 報告委員 然後因為用一定金額以上是說 比較重要的 就一定金額以上我們再做申報 那實務上因為有些金額譬如說一萬多塊 然後是一年大概只有增加個幾千塊或是這樣 所以這個報如果說沒有限制一定金額的話 會變成報非常多 那所以 我覺得報非常多這不是一個理由 因為我們知道你去任何一個保險機關 你只要跟任何一個幫你做保險理財的專員講一下 他們電腦列就出來了 不是說你要去翻什麼所有的資料出來 就是你不是要去翻紙本的 所以我覺得這不是一個藉口 那而且保險契約這個東西大家都知道 你要簽的時候你是需要看過東西 你要簽名的 他不像是說口袋裡面的零錢 或者是很難算的 所以我們才會有一定金額以上的現金嘛 可是保險契約這個東西 說它小額我覺得也不會太小 我們沒有人會為了幾千 就是幾個零頭去簽這個月的 所以我的考量是 如果你也同意的話 我們是不是可以考慮說 如果要放保險契約我覺得OK 可是我們是不是把一定金額以上這幾個字拿掉 報告委員 這個部分我們尊重立法院 我們也尊重主管機關法務部的一個決定 因為監察院這部分是執行機關 沒有放一定金額 那我們認為事務上也不會有什麼自愛 OK 歐伯中說明一下 這法案是因為是法務部 法務部的如果我們主張是說要報就全部都一起報 不要限金額 事實上這個也沒有困難 要查這個沒有困難 因為我是怕你這幾個字下去一定金額以上下去了 變成是說有人 我們現行現在的規定 那個電郎版的齁 是全部都列出來了 那資本的部分我們在前表說明裡面 將來會再 因為剛剛劉委員的意思是說 他希望這個東西加進去 我同意這個東西加進去 不過我們把一定金額以上這幾個字拿下來 對OK 那另外一個是那個累犯的這件事情 外衣兼累犯的事情 剛剛正義博委員也提到了 我們累犯其實 六個月以下的案件 其實就是酒駕 詐欺 貪獨 妨礙性自主 大部分 沒有 貪獨沒有 貪獨沒有 最新五年了 最新五年 OK 所以那酒駕詐欺主要是 六個月傷害 那個過世傷害 你的那個沒有案 傷害過世傷害 對 那妨礙性自主 是不是有部分也是 那個不能進來 那妨礙性自主本來就不能進來 不能進來 OK 所以因為其實我們擔心的是說 我們這一個東西過了的話 會不會大眾會覺得我們是幫酒駕 炸騎這樣子的 加害人 開後門 剛才政委也提醒我們 我們再來 因為那個是說把消費制格排除掉 對 那是先不要做消費制格 但是呢 在臨選的時候 我們的臨選辦法裡面會做處理 對 把這個會 我們會深入考量 然後另外一個是 跟最近疫情相關的 那個 剛剛有提到 我們在過年期間 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很 就是加速 放人的作業 可不可以 就是讓我們更清楚的 知道你是如何加速的 因為這樣子會造成社會有一點擔心說 你是不是亂放人 就是我們的作業程序是怎樣 是如何讓這個東西變快 可是又是安全的 好的 其實 跟委員報告 其實所有釋放的都是屬於符合 符合假釋條件的 本來就符合假釋條件 對 我們只是我們同仁事業加班 我們原來是16天 我們同仁加班把它壓縮到4天 本來作業者時間是要16天 把它壓縮到4天 OK 所以他們本來就符合這些假釋的規定 是是是是 OK 那另外還有一件事是 監鎖的口罩 我們知道現在監鎖 受刑人是沒有口罩的 是只有 受刑人有了嗎 那當然有 沒有出 就是只是在裡面沒有出去 口罩的使用 我今天會有跟委員報告一下 我們所有所有人 我們一開始從NA分就 對於我們有八個七塊 對於比較風險比較高的 包括他有一個咳嗽啦 或是要出氣的 或是要接見的等等 有八個七塊 他是每天一塊 從一開始就這樣 嗯 然後我們的執勤同仁 進入接護器 每天的一塊 對 然後到3月9號 我們3月8號做 我做了八萬個口罩套 來 花給所有的受刑人 3月9號期 我對其他的 沒有花放口罩的受刑人 也就是說 高峰選的這一塊 我花 其他沒有花 我3月9號開始花一套 前間的 所以現在3月9號以後 監獄裡面的所有受刑人 他們都有口罩了 對 不過是不口罩 然後昨天期所有受刑人 除了 除了原來每天一塊的以外 嗯 每天一塊就那些高風險的 對 其他比較風險比較低的 對 從昨天開始 全面性 每個禮拜兩片 那我們知道的是說 就是 我想講的不是高風險的而已 而是全面的受刑人 那他們現在有的是 只有不口罩而已 不是醫療用的口罩 沒有 全部醫療口罩 全部醫療口罩 我們每個禮拜要 配花出去 有18萬兩千片 啊OK 因為你們是3萬人嘛 然後 對 6萬人 然後一個禮拜三 所以18萬 一個禮拜 兩片 一個禮拜兩片 因為其實我們大部分受刑人 我想他們都是有健保卡的 那我覺得他們其實應該也是要有這個權利 跟我們在外面的人一樣 我們4月9號以後就是兩個禮拜可以零酒片了 任何有健保卡的人 那我希望監所這邊也幫受刑人爭取 跟警官署那邊把口罩 兩個禮拜九片 每一個受刑人 不是只有高風險 不是只有跟外面接觸的 都可以拿到他們本來應該拿到的口罩 這個是確定可以達到的嗎 我跟委員 跟委員全部報告一下 現在每日新入間的 每日隔離的 並涉的 每日借護到醫療機構 外面外衣的 每天出庭借體移間的 還有 裡面對面接見的 還有 監外制服作業 這幾大類的 每天給他一片 然後呢 每天要進入介護區的 員工 職員的 每天給他一片 這是公家給的 這個加起來大概有4千 大概有 3千多 那另外呢 其他受刑人 沒有這個以外的 有5萬多 上個禮拜 這上個禮拜統計 有5萬1千多人 5萬5千 那就是說呢 一個禮拜給他一片 一個禮拜 但是上個禮拜 我們已經跟 機關署黃金中心 爭取到 再增加 他們是一個禮拜 給他兩片 給他兩片 兩片的話 我們再另外給他一個 免費的布口罩 可以再用 應該是說 我覺得 他如果個人要買 這個是免費的 那個人如果要買的話呢 我們也跟機關署提議 因為最主要 能不能打包 整包 有建議去購買 用他的健保卡 這個裡面又設計 電腦設計的問題 還有外送 這個 黃金中心在做考慮中 OK 因為這個也是他們的權益 因為大家 每個人有健保卡的 都可以買 OK 我們有醫護士嗎 家屬可以寄來一下 家屬可以寄來一下 所以家屬寄可以OK了 OK OK 因為之前我們有收到人家的澄清 是家屬不行 所以我們逐步的再跟黃金中心來做說明 OK 謝謝 以上 謝謝 好 謝謝吳怡丁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李貴明委員發言 好 謝謝主席 市長 市長 我如果沒有理解錯的話 我們今天對於三個提案的部分呢 第一個跟第三個 法務部是有意見 但是對於第二個部分 基本上來講是認同 是不是這個意思 原則上是這樣 是的 好那我們先從認同的部分來討論一下 那個外衣間條例的部分 我看到了就是說 市長如果我的這個數據是錯的話 再麻煩你指 我們現在外衣間的部分是 男性的部分是有六個女 女的是只有兩個 是因為人數的關係 所以有這樣的一個 男性的是三倍與女性的外衣間的原因 是因為受刑人數的關係 不是因為男女歧視的關係 因為受刑人數 事實上你這也比較少 不是不是 相對比較少 跟你的外衣間的比例 是不是一致的 也就是說 你現在的 因為你現在 男性的外衣間的部分 是女性的三倍 對不對 那你現在的 就是說實際上面 那個受刑人 男性也是女性的三倍以上嗎 還是怎麼樣 書長告訴我 男女比例是十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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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你的這個 你這個三比一的情況之下 其實是有參著實際上面的理解 那第二個 那個 沒關係 沒關係 我只是要確信就是說 這個 但是也同樣的情形就是說 我們知道就是說 你現在的外衣間的部分 就像 你的 就是說大家選擇的那個順序 選擇順序 比如說 像您剛剛前面提到 巴德的部分 就比較科技一點 大家就很喜歡 好 穿那個方向 所以你在對於這些 受刑人的 要到外衣間的時候 到 哪個地方去是 怎麼樣的一個安排的方式 原則上給他們填資驗 但是 資驗僅供參考 喔 資驗僅供參考 因為比較偏遠嘛 像台東的武林啊 最早的時候 沒關係 次長 等一下 好 那 簡單來講呢 就是說對於細部的部分呢 因為我們現在提到 外衣間的部分呢 它有幾個 法條上面有幾個 不同的 情形嘛 也就是說 你的這個 第四條裡面的 有 第一第二第三項 比如說你第三項部分說 是有俊慧的十具的 身心健康 非常適合外衣間作業的部分 您是不是可以大概 讓我們知道一下 你的這個比例啊 各個三種類型的比例 然後符合到外衣間 當然我知道你有你的標準啦 標準很難在幾分鐘之間講清楚 這個我理解 但大致上面來講 你的第一項 第二項 第一項的第一款 第二款第三款的比例 大概是怎麼樣子 一二三款那個不是 那是它的條件 基本條件 對對對 但是補合那個基本條件之後 你去審查的 我們回歸到 因為平常講次長 我很想知道就是說 你用第三項 第一項第三款的部分 到外衣間的 你的比例是多少 對 我們是用這樣啦 是用在間形狀 借物風險 是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第一項的第一款 第二款第三款 它是資格 沒有錯對不對 對 可是你後面會有你的審查 辦法出來 出來之後會有人 確定的情況嘛 那確定的這些外衣間 目前在外衣間的人 是掉入在 當然它要符合 它才能夠到外衣間嘛 就是說 符合了之後 你再回去 回頭看 它是掉進去 第一項 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 各自的比例是有多少 有統計還是沒有統計 沒有 有統計 罪名啦 罪名 第一個好像是詐欺 第二是詐欺嘛 對 第二個的話是 貪污 第三個的話 槍炮 目前統計出來 前三名是這三個 因為它人多 貪污是外衣間的 我會認為啊 其實這個 這個發想不是來自我啦 發想其實是來自 本院其他的這個 黨團的這個委員 他們認為就是說 貪污的部分 好像不應該納入到外衣間 次長您怎麼看 是 外衣間它本身喔 因為貪污 不是不是 我的問題是說 本院有別的黨派的委員 認為貪污罪的部分 就不應該納入外衣間 所以它應該掉到第二項裡面 不得領選的情形 次長您對於這樣的意見 怎麼看 基本上如果在監獄型 其實採教化型的話呢 因為貪污罪 我們的法定型就很重啦 事實上 我們認為說 在這裡 到外衣間呢 只是說它在刑期中 讓它將來能夠容易 互歸社會嘛 貪污罪的再犯率 幾乎沒有了 貪污最主要的原因 是因為貪污罪的再犯率 危險性也低 所以你剛剛的前三名 第一個是詐欺 第二個是貪污 第三個是什麼 槍炮 槍炮的 那你這些槍炮的情形 那個到外衣間的比例 也是很高啊 你第三名欸 我就就人數來講啦 因為人數 總人數沒那麼多 總是才兩三千人而已嘛 沒關係 那個次長 我再拜託你 您會後 我再把資料給給 對對再拜託把那個資料提出來 對對 那我要 下一個問題我要請教 其實也是比較簡單的問題 那個因為 那個 那個 這個部分是 部裡面比較沒有意見的 我要請問的就是說 因為我們第四條的部分 第四條部分我們 呃 次長您知道那個 那個本會啊 就是我們司法法治委員會 我們禮拜一的時候 才談過那個 就是 那個 相關的這個影片 散佈的情形 威脅啊 等等這些的 這些的 這些的情形 呃 從整個社會 尤其從這個女性 的這個觀點上面來講 其實 也是非常 呃 不應該被 容許的 情形嘛 那 她 好像沒看到掉進去你的 這個不得領選的 架構裡面 不是嗎 對 這在第二項的消極資格裡面 是沒有啦 對 她傳播的 傳播的問題嘛 對 如果她是性侵的話就不行喔 對 那不是 但是次長 這個就是我要說的問題 一定要到性侵嗎 對 不一定 對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我的意思是說 她是一個 不得領選的消極資格 以我們 禮拜一才談的這個內容 對這些的 到目前為止 到目前為止 那個二次傷害的問題 NCC 都還沒有解決 那天都還很客套的講了這個 不到一分鐘的話 像這樣的情況之下 不難道是你已經很明確的告訴她說 如果你有那些行為的話 你不要想說 將來你會有外衣間的可能性 這個會不會就是說 另外一個方式 也達到一個 事先防阻的一個目的呢 次長 是可以做將來的考量 不是次長 我的意思是說 您的這個第六項的部分 你現在只有講到 犯性侵害防治法第二條的罪 對不對 第二條罪裡面 其實它的種類 其實並沒有含 我們禮拜一談的這些的問題 也就是說現在社會上面 不當然排除 對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我們把它加上去 次長您會反對嗎 還是不反對 這個我們會從這個整個 考量 考量 謝謝謝謝 感謝 因為我們還是覺得說 預防勝於治療嘛 防範於未然嘛 對不對 就讓這些人知道說 如果他有像這樣 那個李宗瑞一樣的 類似的情況之下 外衣間想都不要想啦 好不好 這個次長也可以 也可以認同這個考慮的 那那個外衣間的部分呢 次長你們有統計 就是說因為你剛剛會問他們 他們喜歡的這個順序嘛 對不對 好 那根據這些的受刑人 他喜歡的順序的話 那個法務部是不是有助 做出來的這個 那個或者小證署 做出來一個一個排名榜 比如說你的外衣間的排名榜 大概大家都喜歡的 比如說第一名到第十名 是什麼樣的一個情形 我相信就是說正常的單位 應該都會有做排名榜 對台灣來講他們會以住居所為第一個考量 喔 住居所為第一個考量 比方說台北的他想要盡量在桃園嘛 因為桃園後來接收今天才有的 沒關係 他比方說台東 次長沒關係 次長您的確是有這個排行榜 還是是說你沒有排行榜 我們可以把資料統計一下 好 你會有排行榜嘛 然後排行榜出來的時候再講 好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只能夠很快的 我就拜託就是說這個相關的資料在會後再提供 那我的第二個問題呢 其實跟這個次長就是您的報告很雷同啦 就是行政法法的第十八條部分 我看到您今天的報告部分是說 有一些配套的措施還要再研議等等的 但次長您知道那個林委員 他其實這個不是第一次提出來 他其實在去年的時候 他就提出來了嘛 對不對 那他從去年提出來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是去年大概十月左右 去年十月到今天為止 其實也已經半年了 其實也已經半年 那半年的期間 在他這個案子一讀通過之後呢 法務部有沒有任何的人 就已經 就是說 我真正想問的問題 其實是說 本院的委員有提案出來之後 我們法務部部裡面 是不是有人就已經可以開始看說 喔這些的東西 實際上面是可行不可行 還是是說不做 等到已經排案的時候才開始看 我們有去做研究 我們請中市長 可力是不是中市長說明一下 再拜託 那就是說 簡單來講次長 我如果沒理解錯的話 您的意思是說 其實本院的委員 一旦提案之後 即便還沒有排案 我們相關的成員 就開始研究它的好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要請教就是說 那今天提出來這些的問題 為什麼配套措施半年還沒出來 報告委員一下 就是有關於這個案子 我們其實行政法法 我們打算是要組成小組通牌 通牌 找幾個議題 所以在這 從去年提出來之後 你的小組是成立了還是沒成立了 沒有 但是因為我們要先準備 我們開會知道 其實像光這個條文 我們其實的文獻就非常的多 包含外國立法力 跟我們國內的專家 沒關係 我要拜託一下 因為我時間到 我不要影響其他委員的那個時間 再拜託把會後把這個 我想要知道的答案再給我好嗎 好不好 謝謝您 謝謝李閨銘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鄭麗文委員發言 謝謝主席 就叫這個 我們法務部次長 首先是昨天召開了這個 憲法法庭的辯論 有關於通姦除罪化的這件事情 那麼當然昨天討論的立場是 是否違憲 那麼這是一個長年被討論 就是說是不是已經嚴重的不合時宜 要用刑法國家介入 這這樣子的一個婚姻上面出軌的事情 那在實務上面呢 也有很多摯愛難行之處 浪費我們減緊的資源 然後事實上在審查上面 在舉證上面又非常的困難 那麼以現在的時代的變遷 對於婚姻裡頭的平等 對於離婚 對於雙方各造權益的一些保障 都已經有很多的進步 跟過去是不一樣的 再加上在實際的過程當中 很多很明顯的在數據上面 太太就是女性的配偶呢 最後呢經常會撤告 饒了她自己的丈夫 可是呢對外遇的女性是不撤告的 但是丈夫如果抓到太太外遇的話 通常是絕不原諒的 但是這件事情的存在 真的有維護了我們婚姻的神聖性嗎 因為這樣子婚姻感情就會 就會重新修好嗎 那事實上 有沒有必要透過刑法的一個介入 是一個高度爭議的一個問題 那在社會上面 在司法改革會議裡頭 我們看到幾乎一面倒 他也做成了決議 不管是法界 司法官 檢察官 律師 各界都覺得 死法應該修掉了 如果真的要用這麼至高無上的 國家刑法的力量 來維護所謂婚姻的神聖性的話 我們就乾脆規定不可以離婚就好啦 但是在昨天辯論庭裡頭 根據報宅 似乎法務部的立場 是認為說這個法律規定是沒有違憲的 但不管違憲與否 是不是都應該去檢討 這個通姦除罪化 除罪化的這個刑法存廢之問題 雖然很多的討論認為它可能有違憲之餘 違反比例原則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說 有邏輯上面 就算它合憲 這個法律也應該要檢討 它的存費 那麼法務部的態度究竟是如何 法務部基本上是中性 事實上法務部 剛才委員也提到 在施改國勢會議裡面 就有這一題 要不要除罪化的問題 那法務部有一個叫 新華修改修正小組 我們在裡面也提出來討論過 學者也很多學者跟委員的意見一樣 所以應該要除罪化 不過呢因為也有不同的意見 所以當時沒有做成最後結論 我們在去年 108年就有討論過 因為後來也考慮到說 大法官有個事先案在裡面 所以我們也是等大法官的事先案 最終結果如何 那不管大法官 大法官大概兩個月內會宣判 一般來講是這樣 那如果這樣的話呢 大法官結論怎麼做 我們會跟著走 然後呢 是不是其他的應該怎麼做的話呢 到後續以後 我們會再深入的檢討 我是覺得第一個就是說 我想要請教一下 總統所召開的司法 改革國勢會議的結論 這樣子聽起來 對部會是只有參考用就對了 是這個意思嗎 部會要尊重 所以就是參考用嗎 不是說參考用啦 因為這個事實上的立法院也有提過 說這個司法國勢會議不是全部買單 有些可能要修正 因為當時是很多外部 所以就這一點 你們就是沒有買單 目前沒有 但是呢 我們有在進行討論中 有 有在討論中 為什麼不買單 不是不買單啦 因為 你剛剛說沒有 就這一點沒有啊 就這一點目前 我說目前還沒有 目前還沒有 那什麼時候才要 因為你的意思就是說 反正現在大法官在開會議要 憲法法庭要解釋嗎 他是不是核線或違憲嘛 那這個違憲的話 你們當然一定要廢啊 對不對 那如果他不違憲呢 你還是可以廢啊 對我們會繼續的研究一下 會啦 還是他如果宣布沒有違憲的話 你們就要繼續了呢 我們看大法官的解釋以後 再來做決定 然後後續我們還是會做處理的啦 會啦 會啦 因為我看另外一位次長去出席的時候 他的講法是說 因為民調 有七八成都支持繼續 反對除罪話 所以呢 法務部呢就不敢動 是這樣嗎 不是不敢動啦 民調這個是一個參考而已啦 不是絕對 我們會做 是啊 我是希望就是說 法務部應該要慎重嚴肅的去面對這個 已經真的非常不合時宜 而且造成資源浪費 然後實際上毫無效益 就是實務上 你看到這麼多的法官檢察官 都是這樣講的 然後造成他們很多的困擾 那實際上又沒有辦法達到 大家想像中的一個效果 那之所以會有這樣的民調 是因為他們 因為一般人 他根本不了解實際上的狀況 其實法務部應該要去宣導才對 那對於這樣子的一個 不合時宜的法條 應該要積極的去檢討 而不是躲在大法官會議後面 要讓你們走路 那我覺得其實法務部對於這種長年 他不是這次司改會才拿出來討論的議題 他已經多少年大家都覺得說 這次應該有必要檢討的 法務部不應該這個太過怕事啦 我覺得 好不好 我覺得你們應該要認真的去檢討 像這種真的是 還是你還要這個法官檢察官去查衛生紙DNA 然後怎麼樣去桌間在床 這簡直就是開玩笑嘛 那接下來想繼續請教這個法務部次長 就是說因為今天他們的這個法律的修正提案裡面 有談到就是這個行政法法的修正 那他行政法法的修正呢 委員的提案呢是希望把這個 本來的條文是說不受所得利益啦 就是因為他這個所得利益不法的 不受到這個不法法定罰還的最高的限制 那他改成說要追繳所有的所得利益 罰還之外還要追繳他的這個 不當行政的所得利益 那我在這邊想要救教法務部的是說 其實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刑法裡頭有關於犯罪的所得 他那是行政法法 那刑事法 他剛剛那是行政法法 我現在要講的是說我們的刑法 刑法呢也有修法 在105年有修法 就是說我們要沒收他的犯罪所得 要沒入犯罪所得 所以但是實際上他們都糟了了啦 因為你等到他判刑確定了以後 然後你才開始透過稅務機關啊什麼去調查 這個判罪確定的受刑人 他的相關的戶頭在哪裡啊 錢在哪裡啊 人家的錢都糟了了啊 通通都脫產脫光光了 所以雖然你有這樣的一個法律 當時就是說要沒收所有的犯罪的不法所得 那我的意思是說未來我們就算修了行政法法 對不對 可是你這個圖有法律沒有用啊 錢根本收不到 你們是不是在這個程序上面 應該要去檢討要去改改改革 不然的話他就跑掉啦 會啦那個跟委員說明一下 那個刑法的部分呢 刑法的沒收齁已經不是傳統的 過去的叫處罰 所以呢它是跟判刑是分離的啦 不必等到判刑確定 它可以單獨的存在 單獨的處理 單獨的扣押 然後變價這個也會啦 所以我們行政法法呢也一樣 不是耶你現在目前就是沒有辦法提供受刑人當下的他的銀行的存款的余額 他的銀行在哪裡啊 可以啊 所以你們現在 你們現在根本實際的執行 我們去跟你們要資料啊 你就根本的收不到錢嘛 你根本就是沒有辦法沒收他的錢啊 你實際上面的金額收繳的狀況其實就是有很大的問題啊 那個是一部分的落差 有啦 有比那105年以前 多很多 多了不少啦 因為我在手邊沒有數據 有啦 有啦 因為喔 過去要等到判決確定才能沒收嘛 像拉法葉那個啊 王傳普的啊 現在 扣了以後呢就不能執行嘛 因為他人不在沒有在台灣 現在死亡了更不能判 但是呢 我們已經根據新制的刑法沒收 向瑞士法院提出來 好不好 向法院提出來那個申請裁定 法院有一部分裁定有 我們也把這個資料送給瑞士銀行 那這個就一個例子啦 就是說我們這邊你給我們的資料啊 嗯 沒有就是收不到的金額 從105年的13億 現在上升到149億 增幅1千耶 沒有收到的金額增幅1千耶 10倍耶 好 我回來再查看看 10倍耶 哈 你如果說你錢收得很好 吃好 你會太沒錢了 有些毒品喔 毒品的會比較多 毒品的我們查 對 我的意思就在這裡 就是說 我們現在法律已經改革了嘛 就是要你要去沒收 它的違法所得 但是問題說 如果你是因為程序上面太慢了 沒有辦法 即時的 他脫產脫光光的 錢都跑光光的 你根本沒有辦法去 沒收他的不法所得啊 我的問題在這裡 所以我們現在 馬上又要修 有委員提案嘛 我們要馬上修行政法 法是一樣的意思嘛 就是說你追繳的所得利益嘛 問題是說 他通通都脫產脫光光了 法律規定也是白規定啊 對不對 對我們會注意耶 好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鄭麗文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賴香玲委員發言 主席 好 我們次長 各位首長 我想我們今天還是可以探究 雖然這個三個法各是一個條文 但是我想回歸剛剛鄭委員也特別強調了 雖然刑法也規定了可以有這個叫做沒收等等的一個修正 但是回歸行政財法 從這個民眾的這個要求 不管他是因為個人的爭議 或者是他在這個檢舉公益上面得到的一種行政財罰的一個認定 都是對於我們國家不管是在依法行政上面 然後對於這個不法行為的一個惡主 是一個重要的法規 但是行政法法今天就是在林委員提出的版本裡面呢 他的這個觀點也許跟法務部的看法是不太相近 是因為你們的研議裡面好像也提到了行政法法這個二十條的部分 所以終究還是我們就用十八條跟二十條來看 是不是你們也覺得現在的行政法法裡面是有所缺漏的 所以你剛剛說研議了半年嗎 那不曉得你們真正是要修正的方向 跟有沒有一個修正的這個版本在構思當中 版本還沒拿出來修正的方向有在思考 就是第一個採法原來的規定並沒有錯啦 比方說以這個為例啦 張崗瑋如果說他的違規的不法利得 所得利益啦 超到二十二億 本來行政機關就可以按照二十二億來採法啦 這是本意喔 像實安法就是一個例子 很謝謝次長喔 就是因為您這句話我想您也知道地方行政主管機關 他的採法是受到他的採法基準公告之後的限制 所以你看這件事情喔 以這個張崗瑋來講 他前幾天還跑回去公司 要把他的這個 有一些保險箱裡面的八百萬還要把他搬走嘛 又形式上就是說 行政單位在受理到這個採法的這個案件之後呢 已經做了第一次罰第二次罰 或者是用累計的方式處理 終究呢在現在不管是勞動局 因為勞工的積欠薪資而採法 上限是一百萬 依行政法法十八條呢 我們又給他制定了採法基準 所以變成一百萬的二分之一 就一百五十萬 連罰三次加起來呢大概就是四百五十萬 那民航局基於民航法規呢在這個 他這個民政局寫錯喔是民航局 民航局採法裡面呢大概是去年是三百萬而已 那如果再加上他付費2012年到現在呢 確實他是被裁罰 加加起來也不過是一千兩百多萬 所以終究來講一個不法的這個事件 從張崗偉的遠航的事件可以看到 他竟然可以利用各種手段 因為你們台北地檢署也做了昨天生壓的這個要求 但是還是被這個法官認定說可以交保 所以顯然是不是法官對這樣的事件 認為在比例上在違法的行為上 根本不到這個要羈押的狀況 所以法官就把他侵犯了呢是這樣嗎 因為法官的部分因為他個案 你當然不能評論我也知道 但是說從社會觀感或者說 從整個事件延宕到今天 不管是行政部門他的行政手段 用行政裁罰的這個相關的手段 撤照也是一種手段 然後對於這個罰款的這個累加上去也是個手段 但是就沒有像您說的 可以用二十二億來裁罰遠航 上限三百萬 上限一百五十萬 不可能再增高了 這個可能是證據上的問題了 證據上他認定 我不曉得行政機關的認定 他說是不是屬於該當違規所得利益 一般都是受責難程度受影響的人數 還有他的違反的義務的相對利益 那個是在法定 當然當然 所以我說修正這件事情呢 第二段就是說他的這個利益呢 如果超過這個法定罰款的話 可以不受取限制 是十八條第二項 對對對 那現在就是第三個衍生出來 就是說那有關於他的利益的這個追剿追真 到底是你覺得在這個行政法法二十條來做處理 還是你剛剛講說如果刑法上面認定之後 追剿方式會更快速 有的是不相干的 對 比方說我違規A法規違規 他所得利益可能沒那麼高 對不對 或是只有到到 比方說只有到 法定四十萬他只到一百萬 好這是才法喔 是 但是他可能因為這樣衍生出來的其他利益 是 要需要把它追剿 所以要用二十條可以做追剿 二十條那個是對董監事啦 當然 那是儲問吧 二十條的部分你們還是可以 但是二十條有個狀況 就是有一些人呢 以張剛維為例嘛 他自己做了這個去 用他的子公司做了這個 轉換的這個債權 做了這個抄帶 回到自己的口袋去 但是呢 現在誰被罰呢 當然是他們這個公司法人被罰嘛 可是他真正獲利的那一家 叫做這個 華裔租認公司呢 其實是得到了這個利益 可是他並沒有被處分 他只有在形式上可能被追追 我覺得是可以用喔 但是我不曉得主管機關為什麼不去認定 事實上我們也宣導過 是 可以去追集 所以應該是這個東西總體來講 一定涉及到金管會的部分 涉及到民航局的部分 涉及到交通部的部分 但是呢都沒有起到你剛剛講的這個作用 所以我相信這個立委當時的提案裡面 是用各個大統這個相關的事件 造成這個國人的身心這個 身體的健康權等等影響 才會希望用追真跟追角一定高得的方式來做處分嘛 所以我是很期待 這樣一個修法不要停下來 縱使大家覺得說行政上的裁罰手段 也許沒有辦法立即嚇阻 但是他可以相對的去對於所謂的不法利益 追繳這件事情要嚇阻作用 不然什麼都等到刑法 像你們這個檢方也給他這個聲壓說要抗告 那現在不知道下文如何 一再的重複這個延宕下去 勞工權益也受到影響了 這個公司裡面的相關的這個債權人 也拿不到他的相關的這個這個正義 最後還要國家出錢 出什麼錢 還要店員工的工資 店員工的資錢費 整體上面造成的浪費和損失 很期待法務部這一次能夠在修法裡面 加重這個部分好不好 好 那第二個就是在回歸這個比較是 四至七九零號 我們今天也很希望就是說 法務部這邊也剛好在 您對這個四至七九零號 認為我們這個毒品危害這件事情 他要受到這個就是說 情侵法眾這件事情要調整 不曉得你們現在的方向是怎麼樣 我們的態度基本上是對毒品 製造販賣藝術的話要重重 對吸毒者我們是有重寬是沒有錯 那七九零號解釋是把那個大麻 栽造販賣藝術的 因為大法官這樣解釋我們要受拘束 那我們這個荒野目前還沒有研究出來 到底要什麼程度之下可以給它減輕 我們要一個配套 就是基本上對於毒品我們是要重 要抓得到 是 所以你們現在是不是會針對 比如說他提出來的這個十二條二項部分 再做細項的分類 再去思考一下 然後再去處理它罪責裡面的這個調整 是這樣嗎 筆點就是虎兒罪行相當嚴格 是好那其他就是一個月內 能不能提出專門 當然因為毒品的問題的氾濫 包括對於硝煙的這個很多 青年這個身心的毒害 都是大家要去想盡辦法解決 可是現在在市制裡面呢 是調整了這個罪責的這個部分 所以我很期待法務部自己 如果你們覺得你們的方向跟理論是正確的話 未必是說市制這個不能挑戰 但是還是希望公助於社會 讓大家更了解 具體來防 就是說 防止這個因為毒品而造成的社會問題 跟身心殘害 好不好 以上 好謝謝賴香菱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邱智瑋委員發言 謝主委要請這個次長 和那個繳政署 署長 黃署長 我先請請到書長 主管監獄行政是哪個單位 繳政署 是你主管嘛 有什麼叫繳政署 讓所有人改過向上 順利復歸 所有人改過向上 那就要考慮到他的改過向上的教化的效果 對不對 是 都用希望說 這個受刑人在監獄行刑 不管是在外一間還是一般監獄 他的教化效果也要好 這個所有的行為都要受到矯正 回歸到社會 好 那我們比較外一間 跟這個一般監獄的狀況 那你主管這個矯正業務 請教書長 這個部分外一間 這個矯正效果 跟一般監獄的矯正效果都是比較好 我想我們是整體來看 但是就是我們外一間最主要 它是屬於中間性的主義 我們沒有讓它回歸自己的一個 提早適應社會生活的一個 那我知道 但是它功能 我是說教化效果 很具體跟你問這個問題 教化效果 外一間比較好 還是一般政業比較好 我想這個是不同性質的一個來分論 好不好 沒有 你上次給我回答是說 外一間當然回答會 因為外一間我是經過我們筛選過 它要回規的 從學理 從理論 實務 理論是說 這個外一間的一個效果 比一般政業效果更好 是是是 理論上 實務上 你說你最了解 你感到的 應當是這樣 沒有錯 好 那個聽說 你法務部的 約有報告 我有 針對這個報告一順 就是說 針對外交條例修正 你要拿出 那個法務部的版本 或是做一個平安國的 嫁為報告 這個怎麼會成功 這個我們原來就是 委員這個七塊 我們都非常認同 但是我們在整個的 我們也可以整個 在外一間條例也可以 這個做建設 我跟你們上個禮拜早上開會 有啦 市長說話我下信心 陳市長 那個非常主称的 這個司法行政人員 法務行政人員 我已經說話我下信心了 所以儘快把 東 那個丁一處 我這順 你們答應說 要拿出這個報告 整體通盤 占對外交條例 做一個 跟公平合理的安排 有啦 好 我又請教 那個 市長 那個大法官775 解釋他的內容是甚麼 沒關係 我問那個市長 775是他的一個 就比例原則 對嗎 這是累犯個案情節 尊 尊著義的刑罰嘛 是 現在外的感染 對這個 累犯是不可以外的感染 他不分累犯的 他的刑責的 這個刑責的刑重嘛 對不對 你違罪 只要你是這個 有前罪 有前案在五年以內發生 就算是義和法刑的違罪 他也不能去 對不對 那現在就說 我剛才在我的提案說明時說的 再犯 兩行的犯行超過五年 同樣犯殺人罪 間隔超過五年 那是再犯對不對 再犯他犯第二次的犯刑 又犯殺人 他可以去外間 對 沒有錯嗎 那同仁 市長還是署長 還是署長 你覺得有說話嗎 這個部分我們確實有在檢討 所以今天我們的書面報告裡面有提到嘛 不論是執行完畢的前案長短或是心理解輕重 都不能夠理解這個是有不公平的說法 那未來我們會不會把外間的人數或者縮容的量 或者縮容的處所增加 要縮容處所要增加考慮到那個場所問題 因為我們是零幣設施要增加困難 只有巴德最近是因為前幾年是接收金監 所以呢才有能夠存在的 那當然呢 朝外義間的方向處理 這是我們建議行行一個方向 但場地有問題 但是人的部分呢 在巴德外義間如果改建完成 大概今年底或明年嘛 會增加400 增加 差不多500 所以現在的量差不多多少 現在的 2056 20多嘛 這樣加500-2500 那這實際收容量是多少 現在大概1600 你說巴德外義間跟做貨的差不多 如果按照現行你還有大概4成的 你還有4成的這個容量嘛 是是 所以我是這樣啦 從公平性 從這個 這個4至775號的內容來看 我是覺得法務部要有你們立場 這部分 我也必要重塑在 第九個的時候 同樣的內容也有 經過 無論如何討論 從文討論之後 也送出委員會 也經過這個 協商 協商後 是因為 實際上的關係 沒有辦法 再 盧錫二三讀 所以又回歸到原狀 所以今天這個版本 我是把上一次在這個第九屆的時候 教化效果是非常重要的 六個月以下 同學是一科罰金嘛 對 一科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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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盤針對整體外建制度 做一個全盤的監討 跟修正 好 謝謝 好 謝謝邱智瑋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洪孟凱委員發言 好 主席謝謝 我想今天 呃 我們連政署署長 政署長有來嗎 來 麻煩一下 次長 署長 我想 針對日前啊 這個內政部警政署這邊 沸沸揚揚的這一個案件啊 陳嘉欽處長的一個案件啊 那27號是北檢這邊退回 那我想先請教一下 政署長 身為我國政風機關最高首長的您 可不可以回答一下 到底這一個 這個台北地檢署以寒宋程序不完備 退回所謂的這個陳嘉欽的案件 是我們內政部的政風人員做錯了 還是檢查署的人員誤會了 您這邊 跟委員報告 這個 這個案件已經由內政部以布韓來 韓送北檢來偵辦 是 那北檢已經立案來處理了 來辦理了 那是不是這個退回這部分 我們連政署這個我們沒有參與說 我們沒辦法去做這樣的一個評論 不是啊 他現在我們就媒體這邊也報導啦 他說辦案團隊 北檢的辦案團隊 檢視卷宗之後發覺 收證齊全 但漏了當事人的說法嘛 所以又退回內政部 政風處來補調查 是 所以 依據內政部政風處 這個政風機關的調查 他是依照所謂的 政風機關執行行政調查作業要點 來進行調查嘛對不對 那其中裡面 這個行政調查作業要點裡面 有一項是說 政風機關得 與當事人進行訪談 但是 並非一定要 跟當事人訪談啊 所以說就我們 您是我們政風機關最高首長 你認為 不要說個案啦 一般通案來講 有一定要跟當事人做訪談 還是 不一定要跟當事人做訪談 就可以來送見 他這部分 做行政調查的話 那 德就是說 由個案來斟酌 是 我們沒辦法 因為林鄭主只是一個 德沒有必要嘛 所以說可以 這個就是要個案來斟酌 是嗎 但可以要可以不要嘛 法律精神 當初立這個條 條例這個作業要點的時候 用德而不是用因 就是因為用德是 沒有一定要嘛 如果說真的一定要的話就是因嘛 是不是 是這個是法制作業是這樣 那也可以那個一個 執行個案的這些承辦人員 有一個 是個案的需要 要不要去 來做一個 所以就沒有一定要嘛 那 那這部分 我再請教 是 既然現在已經被推薦了 您這邊 就你了解 如果說是 政風 政風作業的書師啊 因為這等於變成是媒體 華然啊 現在看到出來是說 內政部啊 警政署好像 這個 內鬥的很厲害啊 那這樣子的話 你覺得會是 政風單位的作業書師嗎 有沒有需要檢討或是懲處 我不認為這個政風作業有何書師 所以不是政風單位的書師 那這樣子是北檢這邊 退案退的沒有道理嗎 我跟委員報告 北檢我們退案我並不清楚 這我不清楚 這個我沒辦法去 郭文北檢有沒有退案這件事情 那就這個案件 我們認為就是 在我們政風的就個案這部分 我們尊重內政部的一個調查 是嗎 署長 所以你都沒有看新聞喔 從禮拜一到現在發展都沒看新聞 新聞是 我們也是會關注這個新聞 對嘛 媒體上 我現在直接連媒體寫的 媒體寫說 北檢的辦案團隊檢視卷宗之後 發覺 收證齊全 但獨漏當事人說法 所以退回內政部政風處補調查 換句話講是說 北檢認為政風沒有調查 完全其背 所以退回政風嘛 那您剛剛提到是說 政風這邊是 不是因是德 所以換句話講說 他也不一定要當事人的這個說法嘛 所以如果說不是政風單位這邊 有調查上的瑕疵的話 那就是北檢這邊 刻意的 不想要接這個燙手山芋 所以說再退回政風 跟委員發覺 因為北檢我今天不清楚 因為我們尊重檢察官的一個偵查作為 那至於有沒有退我並不 沒有問題 所以說我想這次今天點出來 您身為我們政風單位最高首長 我希望要有肩膀 去力挺我們各單位的政風人員 如果說這不是政風人員的疏失的話 該你發聲 該你捍衛的時候 一定要捍衛 這樣可以嗎 謝謝委員 好 那那個政 政次 陳政次 我跟妳請教 內政部政風處啊 他這個施行要點裡面 第十九條有特別提到喔 政風人員在執行行政調查 所知悉的資訊跟持有資料 不得無故的洩漏或是交付嘛 換言之就是說 政風單位要獨立的來作業 那如果說這樣的話 蘇貞昌院長曾經講過喔 他說 內政部政風單位在調查警政署的這個過程 如果覺得警政署署長不適任的話 應該來告訴我 這是不是有一點愉悅了 這個所謂的獨立審查的一個範圍跟方向 應該沒有 因為什麼 因為那個調查要點喔 針對的是政風人員的調查 就是說執行行司法啦 我們不用行司法嘛 針對調查 我們給他有行政調查的一個程序 跟他的一個作為 只是規範那一個部分啦 那那個十九條所規 要點十九條所規範是說 對政風人員在執行調查的時候 你還是要保密 對行政調查的保密喔 那個範圍只沒有包括刑事偵查啦 那至於蘇貞昌院長所提到的部分呢 是一個行政上的論理問題 跟這個調查是沒有關係的啦 應該是沒有關係啦 不然媒體是怎麼轉述的 我不準了解 是嘛 但是行政上 行政歸行政 我們這個政風調查歸政風調查嘛 可是 明白就是行司說 第十九條說 因為執行行政調查 所知悉的資料跟資訊 不得無故的洩漏跟交付嘛 換言之就說 不管你今天官大官小 政風單位就不能無故的洩漏 他所掌握的資料啊 所以如果說你認為蘇貞昌院長說是應該告訴我的話 那這樣子作業要點是不是應該就要更改了 不是 那個並沒有針對調查的實質上做什麼嘛 那因為那 行政調查 他做出來的結論結果 那如果認為有 那十八條有一個規定嘛 如果說認為有刑事犯罪協議的 那簽報首長 簽報首長以後 那要移給檢調機關嘛 那是這樣的過程 那如果沒有 那就是行政上處理 那如果說 也如果有行政上的問題的話 也不排除先做行政處理啊 像有 像 昨天不是那個那個 那個某個主秘的部分 有沒有刑責不知道 那行政就先做處理的嘛 那行政有時候比較快 你說觀光局那個啦 我沒說錯 我沒說錯 沒關係 來 政治這樣子 因為 本席在禮拜一的時候也請教我們法務部的蔡部長 那蔡部長是講是說行政跟政風同樣重要 但是對於我們來說 抱歉 因為我們是法務部 所以說照理講 法務部是我們全國最高的這個 法務機關啊 一定是更要求自己要更加的要求 而不是說拿著行政辦案 因為說實在 行政部門歸行政部門 但是我們還是要堅守我們的立場 我想這是本席今天特別 要再跟我們政次這邊來做一個說明跟請求 會會會 會不會受行政的影響 會 謝謝 好 謝謝洪孟凱委員 那待會我們在邱顯智委員發言後 我們會休息10分鐘 現在請邱顯智委員發言 主席 我請陳政次 次長 我們今天來這邊審這個外衣監條例 那實在力量 事實上之前 就曾經有提過這個修法 那我們現在也會再提 就是說 針對這個外衣監條例第四條 也就是說 它後面有一個規定就是說 以下各款不得領選嘛 對 那我舉例啦 那刑法第161條之罪 那次長你知道這個是 脫逃 脫逃啊 好 我們現在就是說 犯貪污之罪條例 或重大經濟犯罪 如果 他還沒有把犯罪所得 然後繳回來的話 我們也不讓他 報假釋 報這個外衣監 是怎樣 因為現在外衣監 我 次長 你也應該很清楚的嘛 譬如說有誰 胡錦斌 台中高分院法官胡錦斌 貪污三億 好 然後之後他也去外衣監 然後魏英聰 王令林 林律師 還有很多嘛 所以現在 外面的外衣監 也是說 外衣監成為貪污犯 跟重大經濟犯的這個度假天堂 因為去外衣監之後 還可以縮行 還可以辦課 所以這樣的情況造成說 這個社會的不公平嘛 為什麼這個有錢有生的人 都可以去外衣監 那 那個次長 我剛才跟你講說 你這個下面個款有沒有 刑罰161條 脫逃罪只是一年以下有期徒刑之罪啊 跟這些 貪污的 這個貪官 或者是說 這一些重大經濟犯罪 對這個台灣社會的危害來講 這個脫逃的人 顯然清太多了嘛 但是他也不能夠 報這個外衣監 那 我現在要問次長就是說 可美講啦 請胡錦兵這個 你覺得他去外衣監這樣有合理嗎 就是我們在外衣監的考量部分 當然是鼓勵他能夠 從 將來能夠容易 從 我知道啊 但是法利亞是風險啦 對啊 再犯 再犯的可能性啦 對 所以我說 他在府裡面 他的風險性比較低 是嘛 我來講 我來分享嘛 講坦白了 在敵國你覺得聽過在德國 你有聽過法官貪污嗎 敵國你有聽過法官貪污嗎 對啦 所以這是害人聽聞 你知道那個意思嗎 這已經害人聽聞 在 犧牲了 我們的國民 對我們的思法官的信賴度嘛 人家都說 啊 原來他可以這樣 套過他的白手套上錢去不去 那個案件是改判的 啊 只要那件而已喔 只有那一件 所以結果 到最後結果是 他竟然又 又去外議間 這當然一般的人是沒辦法接受 你說不要怎麼連你 你還是說我 我沒辦法接受啊 怎麼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齁 那 我現在問次長 那像他這樣子貪污的狀況 他的犯罪所得有繳回嗎 你敢不知 我幫你查一下 對 所以你要他瞭解 齁 我現在我希望說 你會好 你會把 這個 在外議間的人 他到底 重大經濟犯啦 重大經濟犯 事實上就按照我們法務部的標準嗎 齁 然後貪污自罪條例的犯罪 他的犯罪所的 到底有沒有繳回 那是不是可以做一個報告 然後給我們來參考 齁 那我問喔 像林立士這件狀況 齁 行政院的秘書長 結果 也是一樣 貪污自罪條例 你在其他國家 歐洲國家 日本 你有聽過這件事嗎 這也是駭人聽聞啦 齁 這上海是說 我們這個國民 對我們的政府 有一種信心嘛 我覺得 你做高官的人 齁 這個公務應援 這個 純潔性 齁 就是說 連潔性 這個是最基本的要求 我們沒有要求 說齁 你是不是要給靈靈 你最起碼 你不會讓貪污 這大家都能夠接受嘛 齁 那結果 那 像這樣的狀況 林立士的狀況 他現在在巴德外醫間啦 林立士他的 他的本案還沒有確定啦 這個是 財產難引不明罪啦 對 但是他現在在巴德外醫間嘛 對啦 所以也是一樣的 你覺得這樣說 等到我接受 齁 這個是完全沒辦法接受了嘛 因為當時齁 齁 齁 在考量的時候 在外醫間的這一部分的考量 是說他的 風險性 齁對不對 那 那個 因為我們的有些行度 法定型 低度型就很高啦 齁 齁 所以呢 這個是不是要全部排除 在建議行刑的觀點 我們會在考量 我知道 這個立法的這個 確實是良善嘛 齁 然後他可以 後面我替你講嘛 他可以早日的復歸社會 譬如說他在這個 刑期快要刑滿的時候 齁 然後到外醫間 可以早日復歸社會嘛 但是實際上 操作的狀況就是 都是達官貴人嘛 對吧 我跟你分享一下 我有一個 這個冤獄平凡的當事人 齁 後來現在已經被判無罪了 齁 他到外醫間的時候 旁邊的人跟他問說 啊你是怎麼來的 他想說 啊由於中間 齁 坐這個 中間的車過來嘛 齁 那當然是坐 這個球車過來啊 不然呢 就是說我 然後他就回答說 我坐球車過來的 所有的收容人都在笑 為什麼 因為人家在笑說 你為什麼來的 是在問你說 你是透過哪 透過哪一個關係來的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所以次長 這個是一個非常嚴重 傷害的司法的公平性的問題 假如 只要這樣的狀況 一直存在的話 其實我們法律人 這點根本抬不起來啊 所有人都問這些問題啊 那為什麼李立氏可以在外醫間 為什麼胡錦斌可以在外醫間 為什麼魏應聰可以在外醫間 好不容易 我們的基材的檢查官 齁 智長你也非常辛苦 要查一個案件多困難 那現在 法官的無罪推定原則 齁的情況之下 好不容易定驗 到三審定驗喔 也有可能發回各種審 定驗之後 透過這個官黑 就可以去外醫間 然後 馬上就要縮行 然後就要報假釋了 這當然不對的情況嘛 所以 這最基本的 我們也沒有要求說 齁 你要怎麼來審查 寄救 最起碼的標準啦 議員的犯罪所得應該要搞回來嘛 像 胡錦斌這樣的狀況 他的犯罪所得交回來 齁 魏應聰這樣的狀況 犯罪所得交回來 林立氏這樣的狀況 犯罪所得交回來 這是一個最起碼的要求 如果他連這個東西都沒有交回來 你怎麼能夠相信說 他符合這個第二條 有悔悟的實訊 他們本就沒有悔悟的實訊嘛 齁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說 因為他已經換貪污之罪條例了 這已經是對我們的政府 齁 對我們的國家已經做成很大的傷害了 所以是不是就不要再給他縮行 這個十四條的部分 我說實在 他去外醫間都已經很超過了 他去外醫間 都已經跟其他的 矯正署其他的四十幾個 監所的收容忍 齁 都已經很大差別待遇 你在那裡 在關的時候 齁 就是要讓你悔改 怎麼還可以放假 那十四條的要求就是說 不要再讓他縮行 因為讓他縮行 關一天 等於關兩天 越關越快 一下子又出來了嘛 那這樣我們就不猜 在起訴 不猜 我關那麼辛苦的審判了嘛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真的啦 次長 你應該要去思考就是說 第四條的部分 重大經濟犯罪 跟判誤之罪條例 所犯的罪 就這兩個 齁 這個都比那個刑法 161條的脫逃罪 嚴重太多了 齁 然後讓他要繳回犯罪所得 才可以 齁 符合這樣的 外醫間條件的這個限制嘛 齁 應該是說 中期嘛 這最低標準 我覺得這是最低標準了 齁 然後之後呢 十四條的部分就是說 縮行的部分 不要讓他縮行啊 你要讓他縮行 這社會真的 完全沒有辦法接受啦 你知道 很多收容人 真的是 貧無利追之地 齁 因為我們工程的錢很糟的嘛 我們作業基金很糟的嘛 他連可能要買個口罩 買一個衛生紙 都非常困難耶 齁 那這一些 很窮很窮很窮的人 齁 那你應該是說 法務部要特別照顧這些人 讓他可以 以後在這個社會上 護貴社會可以立足嘛 那對於這一些 已經 掌握這麼大的權力 行政院秘書長了 然後 又去貪汙 齁 做到高音的法官 然後他又去貪汙 然後影響司法的公平性 這個部分 本來就應該給他 一個 嚴重的懲罰 讓他 讓 這也透露一個訊息嘛 透露一個訊息就是說 你不能這樣做 齁 你如果這樣做的話 你要付出代價 而不是說現在的狀況就是 之後他又去外衣間 像魏英聰這個狀況 齁 那 他又去外衣間 然後外衣間之後縮醒 很快的 可能就會出來 對不對 我們在整理性的思考 這一部分 對 那 我要透過 我要跟次長報告就是說 透過這樣的整理 你就會知道 說 在外衣間裡面 有多少人 齁 重大經濟犯罪 或貪污之罪 條例之罪 他的犯罪所得 並沒有繳回去 真的 透過這個思考的時候 次長你就會發現說 這個問題在哪裡 齁 最起碼 犯罪所得 必須要 繳回來嘛 齁 然後 欸我會不會再講一下 一分鐘口罩啊 齁 不行 請命一下 是不是 那個 我們休息的時間 好不好 那我休息的時間 跟次長跟角敦署講 好不好 謝謝 好好好 謝謝邱委員 我們現在休息 10分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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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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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性 感恩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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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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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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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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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